〈音乐〉 今天要来参加这个宣绍活动, 今天我们在九九课程 Scenry 之后, 留给各个学校 exams蛮多的自主空间, 那这个课程自主空间这一部分的话 校本会课程怎么去做一个规划 那我们今天在早上是邀请到 就是有克刚在整个研修里面 主要人物呢 这个郑庆明主任 还有这个杨广和杨都选 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当时候克刚营定的这个来龙去脉 那在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也邀请了三个群 三个学校呢 来分享他们在学校里头 课程上的这个规划上的一些做法 让大家来一起来做成考的 那希望今天的话 我们非常感谢郑主任 还有这个叶教授呢 一直在我们工作圈委 一直在对这个课程上一直在帮忙 那我想也不耽误了 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这个郑庆明郑主任 老前辈 可能你从这个学校校长到另外一个校长也来参加 从教务主任变成司机主任也来参加 所以我讲的大概很多 应该大家都很了解 好今天主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目前在执行的一个职业学校课程 纲要 它修订的一个原理跟它那个重点 然后针对这几个项目跟各位做个报告 但是我们最近课高职被打得很惨 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高职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不就业 所以搞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讲一些话搞的 部里面人羊马斑 就是要提出什么提升高职学生就业率的一个相关的方案 就是要加强我们这个什么高职学生的实习 就是什么 让所有矛头都对准我们高职 所以我们才讲 即使教育出问题真的是高职出问题吗 难道我们的技职教育还要再停留在30年前 我们的国家需要那种基层技术人力的培养吗 我想现在很多社会上能够要谈这个技职教育说 他能够谈到我们技职教育 我们高职教育是不是应该随时代改变而改变 我们人力真的现在 台湾所需要人力 我们不能再谈说我们要 不能再这种低层的啦 这种代工的啦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技术价值 我们要创新 那你想说高职教就业 这实在是很相当矛盾的事情 所以我想好像103年就要启动 课纲的一个新的修订 未来课纲我们高职课纲要怎么样 我想大家在高职业服务应该都很清楚 在高职目前最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又要兼顾升学 你又要兼顾就业 好辛苦耶 高中什么都不用干 高中分成自然社会 对 一二三业组就搞定啦 反正他们每天就这个目标 就升大学 那我们高职又要照顾到学生升学的需要 又要照顾到学生就业的需要 我想这大概很困难吧 在一个学校里面 对一个学校进行的话 真的非常困难 常讲 你要是学学分成两半 这一半是要升学 这一半是就业的 也很好处理 不理事 并没有这样分啊 你把学生全部放在同一班里面 同一课里面 同一班里面有70% 80%的同学要升学 20%的同学要就业 我不想老师该怎么教 老师该怎么做 我们课纲该怎么 该怎么样 那大家想说 我们可以落实这种选修的制度 让学生啊 依他自己的信心 问题来啦 问题是我们要高职分成88个科 很多学校都是单科单班 选修课 讲白了 都是骗人的 在座很多教育主任啊 哪一个学校真的落实选修课 很少 因为你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嘛 然后单科单班 如果是我真的开两门选修课 一半的学生修一门 那我终点会要变成两倍啊 对 教室够不够 这就是要考量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我想 为了我们课纲的修订啊 会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动 当然在 那是未来事啊 我们现在谈谈目前99课纲 当初在修订 基本上从95课纲 95帐纲啊 一路延伸下来的 我想那时候在 99课纲在修订的时候啊 几个主要理念 第一个啊 就是逃脱不了我们高指数 既然我们是职业学校 我们这样务实之用 我们要加强专业技术能力 不理是你这个专业技术能力 一加强 这学生修课 192学生修设是固定的嘛 谁多 你多了别人就要少 别人多了你就要少 这样在克军 克军议部里面 这个东西啊 大家都会很计较 第二个我们要强调 能力本位 但这跟第一点 第一点是缓缓相扣 实践学校 他竟然是培养务实之用的一个专业能力 那他当然要能力本位的核心 但是能力本位 我想这个在台湾已经喊了几十年 我当然想说能力本位只有 孔老夫子做得到 目前我们目前谈那种班级式的教学 我看实施整理本位教育大概很难 等于本位教学的理念 你这个学生学得快了达到了你就往下一步走嘛 那比较慢的傻傻的你就继续在那边念 那你到了快人就跑很快 可是以目前我们 目前那种教育制度 一天七一刻 对不对 在同班几天能力本位大概 大概很困难 老师在面对 一个班里面四个同学 这边有四个进度 五个进度 老师怎么讲 那能力本位强调是学生的自己学 老师站在辅导角色 那这个我想这个只有以前的思俗时代才可以达到 反正同学们就拿着四书五经 大家爱看什么就看什么 聪明的看染一点 笨的看简单一点 有问题来问同老夫子 没事就去洗洗澡啊 玩玩水啊 大概这种年代才有可能啊 在我们目前这种年代 能力本位虽然是很好的理念 但是在实质上确实有困难 所以在十几年前 职讯局 委托职信文化中心 发展了一套 能力本位教材 听说花了很多亿 很多亿 那一教材最后呢 通通丢掉 就没有个学校可以用 连职信中心都没办法用 好 第三个我们在 我们希望我们的课程 能够符应 产业的一个人力需求 所以在99课档的时候 从93开始 99课档 呼吁学校很大的一个 校本课程的一个空间 让学校难过去发挥 他觉得 那这个就是 还是回到原点 怎么样 福音区的人力需求 99%的学生 全部升学 尤其在公益学校 公益学校这些明星 什么八大神工 九大神工 十大神工 这种 这种 排在前面的这些学校 99%的学生不升学 我常讲学校 学校在怎么样 买再好的设备 要教学生 学生不学 为什么 因为他毕业之后 他不是马上要就业 他没那种急迫性 他觉得说 我今天 我学板金的 板金学这么好 我就要科大 我练机械系 我现在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 我干嘛那么认真 学干什么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毕业之后 马上就要就业 我板金科的 我就要做板金 我铸造就做铸造 模具就做模具 所以他就很认真 去学他的专类知识 所以这个是个 一个 我们现在能够达到这样 但是 从现实的一个 升学的一个 状况 是有点困难 但第一次 我们现在能够落实 证照制度 为了验证 前面我们高职东西 叫的是不是物实之用 我们的学生 是不是能符应社会的需求 为企业的能力的需求 来证明 用证照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在毕业的时候 能够用证照 来证明他们的一个 专业的技术能力 好 那在整个修订过程里面 从95 站纲 10之后 在99课纲之边 那修订这边 你修订总共有些理论基础 所以当时 部里面也做了三个计划 第一是针对 先进国家 他们在技术教会面的课程 改革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 要编课 我们现在能够建过一个能力指标 比如说我这一群 这一科的学员 到底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那我才去规划课程 第三个 这是我们的全科整合 但是这东西有点 有点矛盾 因为当初九九科 在修订过程里面 这个计划同时在弱的 我那只要说 那你这个计划做完之后 我们课概已经公布了 有什么用 你们做完之后 结论我们用不到 所以基本上 我们比产城 当初的这个研究 就是研究是太晚做了 因为你九五年晚做 本来九八就要 叫出来 那你研究做完之后 我们九八要实施九七年 就要公布课纲了 那等于就是九五九二两年 那你做出来之后 如果说 我们等你企划做完 做出来的结论 我们再修订课纲 一定来不及 谁要说 是同时在并进 那说对秦科 也有一些 当然也有一些真理 在做这么多新一 应该知道 我目前分成十五个群 为什么是十五个 最早规划是二十四个群 那后来变成十五个群 那十五个群 那十五个群当然有一些 我们外行人看起来 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大家都认得不一样 但是另外 从那个角度看是 我们这种科的观念 从以前当内行业开始 我们就根深蒂固 所以要把现有这八十几颗 把它抓起来 凑成十五个群 你就会有很大的困扰 我看来讲 如果未来我们高 我们职业学校 是采取分群 部分科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种困扰 把所有的科打破 我们根据 产业人力需求 我们根据我们科技大学 像他们进修之后 这些大学的科技 我们来重新规划 我们高职的群 那时候可出来 可能是十十个群 十三个群 二十个群都可以 那时候就不可能 把所有的科全部打破 大家就不会 再认为说 我这个群不对 现在大家认为 电器电子群不对 因为电工科的跟电子科 所以我说 有些东西是电工 电器该学的 有些电子该学的 这样就被这个 电器电子群的话 全部都混合起来 没有什么 是谁该学的 任何一个 一个懂电器电子人 该学的东西 就应该要学嘛 好 那我们在九个科刚修订 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 就改变以往 大家都认为 所有的科刚修订 都是由大学教授 在主导的一个状况 所以以前我们在 我们也是高指生嘛 我们念出的时候 唐浅老师讲说 那些大学教授 科大教授 或是普通大学教授 不使人烟烟烟烟烟 不懂得我们高指的一个状况 所以编出的课纲 都不符合 不符合我们这个 高指来用 所以这一次我们编进课程 我们主要是以高指老师为主体 所以大家认为 现在课纲不好 要去灌了 要去高指老师 因为我们每一群里面 高指老师占 占大部分 那里面了不起 就一个到两个的教授 还有一个业界的人士 所以这次整个科码修订 应该是由下而上 应该跟以前所谓的 由上的像那种 那种经历很大的改变 但在这边在修订的时候 一个最最基本的观念 还是很难去厘清 但目前可能 现在技职教育在这方面要谈说 我们技职教育要怎么一灌起来 所以当初九五站刚那边的时候 一开始本来要编 所谓技职一灌课程 但后来为什么灌不上去 因为大学自主 每个大学是自主的 你根本 教育部管不到他 你凭什么叫他一灌 而且每个大学 每个大学 他想说我大学 我有大学的特色 我们要发展东西不一样 你凭什么叫我们一灌灌起来 所以就灌不起来 那灌不起来之后 你职业学校 跟科技大学之间 或技術学之间 他的课程到底该怎么分 各位大家 各位先生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现在高职 所谓上的基本的理论科目 在科大究线全部都有上 全部都重新上啊 我们机械 我们机械不要了解机械 你在高职所谓上的什么 制图啦 材料啦 力学啦 机构学啦 通通在大学 全部重新开始上 那导演提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高职 我们教到 我们高职交到什么地方 大学再往上接就好 很难 各位看看刚刚知道 我们 Danker刚刚说 大家知道 美国人都认我说 啊这个这个 这个就要懂 这个才要懂到这个地方 他几乎把科大 该上的东西都上完了 但是他上东西又太浅 那所以到科大说 被人家重新来一次嘛 而且现在各位也知道 现在的一个 在科大里面有高中生啊 那你不能说 我们高职上过 所以我们这班有三个高中生 五个高中生 你细好 对 你听不细好 我老是从后面开始上 也不大可能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 课程切成两半 就是我高职上到这里 然后科大切下去 似乎也有困难 那因为你说 那好那我高职上某些科目 某一些科目 到科大再来上 那就这样讲 我跟法证 高职的话 应该会上很多实习课 因为所有理论课 到科大再上就好 那所以我们在思考说 我们高职是 专业科目 不需要上那么多 专业科目 让他配合实习课 希望加上学生的实习能力 在高职 就是好好让他把技术练好 不管你要升学就是要 那所有的专业科目 所有专业就是 配合实习所欣爱的再教就好 因为我们知道 到了科大 学生大概就没有机会 学技术了 这个是很现实的 第一个 大学认为我是大学 大学总统还在搞你那个 对 操作的技术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部分老师 我们必须坦诚 大部分的科技大学老师 他并不是来自技术体系 他并不是来自技术体系 老师也不见得会 他怎么教 所以 在高职没有学技术 在科大也没有学 所以现在 大家一直怪我们说 我们直接 我们技职提示的学生 没有办法外面所用 只是在两个阶段 都没有学到技术 所以为了 你在科当下我们可以 往这边思考说 我们可不可以 以实物操作为主 理论知识为辅 那这样学生他可能可以 学到更多的专业技能 那在科大部分 再把它专业知识 補充 加强 到科大长 不能学技术的 好 好 再来我们 我们的规划 兼顾升学跟就业准备 所以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谓 校本课程精神 当中规划希望说 校本课程 学校里认为 你们需要升学 你就规划一些升学的 跟升学有关科目 那就专业的 就多规划一些实习科目 刚刚讲的问题是 你并不是说 我这学校很单纯 我进来我这一班 百分之百分要升学 所以有课程跟规划 我这一班百分之百分就专业 我规划 不是我前班 百分之八十五要就业 百分之十五要升学 我怎么办 那跟讲 落实检修客人 刚刚讲检修很多 检修是没有办法入望的 检修除了你把前校 我想说 除了我这个群 有好几个班 我全部打散 里面 对话 升学导向的科目 有规划 就业导向的一个科目 不理是 我就算把机械群打散 里面的机械 速度科 板经科 设造科 模式科 机械科 深入财力基建科 总共十个科 电脑机械制度科 对 你要开什么选举科 你要开什么要专业选举 就业导向的课程 又好像又很困难 所以我们也要怎么去思考 未来要怎么去突破 能够让我们高层真正能够 发挥升学跟就业 两种都很可以 都很行的一个方向 再来我们想把 这个基金要征兆 检定了 融入科等规 所以刚才我们九九克 九五张钢 开始之后 我们在所谓的工科 商科很多技能竞赛 就很多新的职类产生了 像在以前建筑 以前建筑的器材 现在就叫做测量 因为所谓的克钢改变 他们有去测量 他们现在就有测量 测量的技能竞赛 所以整个竞赛跟我们克钢 之间要做一个搭配 在这边九五张钢 就看到九五张钢最大的一个改变 在九五张钢的时候 我们要求学校只要修六十学分的 专业纪 专业理论纪十五 那其中三十学分是十五科目嘛 在九五张钢的时候 我们要提升到八十学分 本来当初讲说八十学分 里面大概四十学分是 操作的科目 但后来很多学校都这样开不出来 就只有学校科钢这边 我们的工作圈还是退让一步 还是要求八十 但是只要六十 六十几格就好 那其中要三十 是你的这一个 十五科目 第七点是九五张钢的时候 学校 部里面公布 只有公布在不定的科目 在校访课程是没有任何的 一个东西公布 对不对 因为不能干预到学校的 校本类的精神 后来很多学校反映说 那你们搞了科当 搞了半天 只搞了什么 只搞了前面布定的 那个个群的 布定 专利科目而已 一般科目 没有什么好搞 一般科目布里面 大概有他们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搞了半天 你们搞了两三点 只是搞那么一点点东西而已 后来都讲 那你们能不能在校访课程那边 给个群各科一些建议 因为我们不能 布里面不能公布 校本课程的课纲 所以就公布了 参考科目 那时候我们 对个群的每一课 定了总共有563门课 2689个学生 大概每一课 定了大概30 30学生左右 的科目 那这科目是让学校 参考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适合你用 你就可以拿去用 你就不适合你用 你就不要用 那这整个课纲的内容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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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总纲 还有教学纲要 还有设备基准 以前叫做设备标准 其实 其实跟总文宝 我们那天看的职业学校法 目前的规定 还叫设备标准 我们的课纲其实是抵触职业学校 我们还把它改成设备基准 当初为什么改成设备基准 因为设备标准 标准就是一定要有 所以我课纲定了这个设备标准 每个人家都有 那学校就跟教博说我没钱 你又没给我钱 你只要定这个标准让我去跳海算了 我学校没有钱买起这个设备 所以他改成设备基准 那是以各个群里面 各个群里面你的布订 布订专业科目里面 实习课 实习课 实习实务 实做课程为基准 来定我们这个设备基准 大家我们化工群没有设备基准 化工群每次都在骂 那因为他们当初在定布订的专业科目 他们一种科目就叫理论科目 理论科目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编设备基准 这在他们很大的困扰 那这边我想总当内面内容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我就不一一的说明 那我们要讲 我们的95占缸 跟我们这个99克缸 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 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95占缸 当初在布订的 应该讲布订的一般科目部分 它的开课的科目 学无数啊 跟年级啊 基本上它是被定死的 所以在我们自然领域 它规定每一个每一科都要上 然后社会领域 然后这样上什么 它都被定死的 哪一年上都定死了 所以有一个后期工程学校的 什么指引嘛 现在48学生是更重的 那这样对学校 很多学校 就按照95占缸 虽然不满意 你要只要接受 所以就开始了 做一个课程的调配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在95占缸 跟在修99课缸的时候 因为委员提到说 我们99课缸到底该大修 还是微调 那两边都有道理 赞成大修的委员说 你花这么多钱 找这么多人来 如果只是改几个东西 改一点东西 那干嘛改 对不对 浪费这么多资源 那从学校的实屋 比较实屋的老师说 不能乱不能大修啊 因为我们根据95占缸 可能补了很多老师啊 我本来不用物理啊 化学啊 那个什么 生物啊 社会啊 地理啊 搞了一大堆 可能我学校已经补了老师了 你现在一大转的话 我这些老师就挂了 那当初 我们这种没有在学校 当我们这样不是很清楚啊 后来讲很简单 你只要任何一门课 差一个学分 他学校如果 18个班 就差一个老师吧 他学校如果是54班的话 就差三个老师啊 我说这个还蛮严重啊 所以当初我们在修课的时候 常常看到什么 物理啦 化学啊 在争生物啊 在争一两个学分 争无聊啊 争那个干什么 后来就说 这个差一个学分 可能对一个学校影响就是 三五个老师 那对全国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 几百个师师的一个原额 所以可能各 这个领域的 他就是他自己领域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后来讲说 对啦 每个都很重要 对 国文也说很重要 英文也很重要 数学很重要 我想没有一个科目 老师说他说他科目不重要 不重要就只拿掉就好了 那大家都很重要 就这么多嘛 就这么大块饼 每个都是很重要 你不可能说 你全部给你吃 别人不能吃啊 所以跟你讲 在99课案里面 只有两个被欺负的 最惨的就是 教官跟那个医父嘛 所以他们学会被拿走 而且国王 国王都被拿走嘛 那个 我去妇里那边也被拿走 其他部分 大家 大家的委员都很坚持 他们学院宿不能动啊 所以都没有动 因为教官人少嘛 所以就被欺负了 好 那当初九五站刚 那来讲说到后几东西 要教育 共同核心的课程 所以一点几啊 几乎没有 没有所谓的专业科目可以开售 因为他有规定这个48圈 都排了都排死了 好 那我们在99课案的地方 就比较多元弹性 多元弹性 就是我们在某一些领域 像自然领域 社会领域 你要开的科目 你的学院宿啊 就比较大弹性 这地方因为确实 不同的群别 在自然社会领域 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以自然领域来讲的话 学工的学商 他自然领域可能 有些东西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 但是对学工程的 学工程的 比方说这个机械啊 电机啊 他们可能物理都很重要 那化工区呢 化工跟化学都很重要 所以不同的群别 基本上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把它强制要求 大家要上什么东西啊 基本上是有点不大合理 大家会不会知道 在一般科目 为什么会分那么多 那么多的版本 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给各个群 各个学校 你在这个 自然领域社会领域 开受的科目 学院宿啊 你可以做 配合学校 以前规定 三个科目都要开 对不对 拿最少一学分 那现在没有 你随便你开啊 好 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要开什么 好 再来这我们一般科目的版本 这大家很清楚 一般科目 我们在95章里面 数学四个版本 自然领域一个版本 一学文 两个版本 一学文和两学文 两个版本 现在就这个 那959章刚好 就变得更多的一个版本 那数学的四个版本 就针对四种 给各种不同需要的 不同群别的 对这个 这个学来选用 而且把学文数也降低 像数学 对模学型来讲 对模学型来讲 是不大重要的 我记得印象这个 就是艺术群 对这个数学 他们很有意见 当然我们学生 是搞艺术的 数学学那么多干什么 教那么难干什么 把我们学生搞得头疯脑脑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 后来他们用S版本 这叫最基本最简单的 好 那国文两个版本 新的教授教授 国文有两个版本 物理 和三种版 化学 三种版本 生物 三种版本 好 再来讲 专业实习科目 这个部分 我们提到了 在救護帐刚刚 只要求60学员即可 那我们在99 在这个全球训练刚好 虽然也是60学员即可 但是要求学校要修 让学生修到80学分 那大家说这60、80怎么算的 其实也没什么 刚才我们讲 你毕业学 我们现在毕业学员要求是160嘛 那160 反正说学生毕业学里面 至少要一半是专业科目 很合理吧 而且160是骗人 根本学校都开 每个学生应该都需要192嘛 如果他没有被当的话 所以在192里面只要求修80 讲难听一点 对 也只有四成多而已 百分之四十几而已 根本不到一半 所以这80大概应该 基本的学校应该都开得出来 应该都开得出来 只是说你开出来之后 有没有真的认真去用 所以最近王主任这边也在 我们在帮部里面 在上班就用一个 希望各校能够在校本课程 能够推一个模组课程 这次我们有很大进行 我们了解说你这个 这个学校 你这个科 你这个群 你在校本课程规划 你的理念是什么 我常讲我们在 规划校本课程 每个学校 我不想每个学校 我们当然有一个 校本课程规划的一个 很漂亮的SOP 对不对 但学校在规划是真的这样规划吗 还是说 还是先把那个升学科目 都转转白料 把升学科目排到极限 数学科目固定值 应用数学 工程数学 挖钩 反正 科 序位数学 反正你们都很多名词 把他全部排满了 数学 国文用的排满了 剩下 参加 白料专业科目 那排呢 老师能上什么 就排什么 或是你认为 想当然了 我这一科应该上什么 那我们最近在推荐的 希望说 让各个去思考说 我的学生毕业之后 他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假设说 比方说我这个机械 我这个模具科 那我 我需要我的官员 好 塑胶模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配个举号 那我这个 我就说我的学生毕业之后 能够做塑胶模具 那他需要修哪些课 需要这三门五门六门的课 好 那这些我做 冲胶模具 好 那我冲胶模具 应该学哪些课 那我就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做 做为我校本课程 我科 或是我这一群的课程 规划的一个理念 我再问你说 你校本课是怎么规划 我跟老师一样告诉我 我就开啥 这样很难废服别人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的观众模组方式 去规划的话 那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别人说 我的学生毕业之后 我的校本课程安排了三个模组 所以他应该有办法做 冲胶模具 他有办法做塑胶模具 他有办法做基础模具的设计 或是木模的设计 那就可以告诉人家 我们学生能力在哪里 不然说我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 去十分 去十分 有没有什么中心思想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主要的计划 没有 人体 所以校本课程 我们可以去思考 我们在专业中 要怎么样来 要怎么样来开售 当然你 考试科目开完之后 你说要去思考 剩下的科目 我该开什么 万一学生他真的想要就 我现在学生 科大 就学生毕业之后 他在学生 他会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不是什么都学 软螺去通 不知道做什么 有没有办法 好 好 这个是我们学武 学武 教育刚刚的一些改变 我们 很快 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一般科目 在 群和课程 刚要这边 是有降下来 数学 这边有降 还有刚刚讲的 这个国防通事 还有相关的护理 那一般科目 学文数降了 然后在这一个 专列级十一科目 都没有变 各群依然它不同 定15到30圈 成为群的一个 共同必修科目 那为什么这么大认识 因为 有些群的同质性比较高 像机械群 感觉上机械群 好像到目前 没有什么真例 所以他们同质性比较高 大家认为该学科目 该共同学科目 比较多 所以他这个群的 这个 共同的不一定的科目 就多一点 那些群 他们认为他们彼此的差异性 还是蛮大的 确实有些群 像我们了解 像家政群 他们觉得他们差异性蛮大的 我们看起来差不多 他们认为 差异性是蛮大的 像艺术群 我们看差不多 艺术群真的有 有唱歌的 有跳舞的 有演戏的 有什么 国业有西业 有歌仔细 布袋细 我会认为差异性 看起来都是艺术 但是他们该学的东西 可能很多不一样 所以群的 群里面的科 差异性越大的 它的 这个固定科目 就会越少 差异性越小 它的铺就越大 我想这些 这些先进应该都很清楚 那在校本课程部分 我们有所谓的布定校定科目 在九五站缸里面 有专题制作 两学分 99科学院认为 专题制作 既然是我们高职的一个特色 我想 这一个专题制作 这两年在我们 台阁大 大家知道 这两年办的有声有色 本来从各群各中心办的 现在变成由 光作圈这边办的全国性的一个比赛 但现在 光作圈这边在努力 现在能够把它纳入 跟所谓的 什么技艺竞赛啊 科展一样 能够正式纳入 我们将未来升学的一个 交运项目 这个政府不重视 要不重视 这些 我们正在做什么 就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高中生办的科展 他们就可以保送 就可以有直接保送生学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高职办的 专题制作竞赛不行 如果不行就真的是歧视嘛 对不对 你高中 我想说 未来我们像 高中他们科展可以办得很好 我们高职 我们就比他们厉害 就是我们会动手做嘛 我们现在会动手做 所以我们的专题制作竞赛 专题制作就要比他们 应该更有特色来对 那两边各自发展 你不能说 什么都偏重他们那边 那边都有 我们这边都没有 我想这边应该我们会努力 那专题制作 当然他谈到说 既然这种高职特色 那么重要 两学分 确实是不够 大家清楚 因为职业学校 高职跟我们大学不一样 大学专题制作都一学分而已 他开一整年了 一个学期一学分 但是那一学分 那一小时 只是给指导老师 跟学生做meeting用而已 学生来跟老师 挂高进度 老师来指导 学生来利用 一周里面其他时间去做 你只看那一节课做 什么都做不出来 现在大学老师 把那专题是当作 研究生在操 我不想抬个大专题 我们那边有很多老师 专题制作是当成 硕士班的先修课程 每天跟着研究生混在里面 周一到周日 从早上9点的混到晚上10点 就这样子搞 那我们直接 我们高职没有这些课语的时间 高职一个礼拜 对 三十五节课 排的满满的 现在当然加上 第八节课的话 四十节课 排的满满的 学生根本没有课语的时间去做 下课之后 对 还要去补习啊 因为要升学嘛 而且我们专题制作 最麻烦的是 我们如果搞在 现在我们就鼓励一下 搞在二下三上 因为高专题制作 你最适合是 把前面三年所学的东西 做两三年所学的东西 做个整合 你不宜太早开啊 一上就开个专题制作 跟升学题最远最好 学生什么都不懂 做什么专题 我想在专题制作 跟 各位先生报告多 专题它不是一门新的课 说我要加你什么新的东西 它是一门把之前所学的 知识技能做一个整合的课 让他怎么把之前所学的技术 技术跟知识 做个整合来做一个东西 或是做一个 做一个project 所以这个东西啊 并不是新的课程 不适合在一二年级开 最快二下开 还差不多 因为 至少一年级修 已经学了一点 二年级有学一点 它才能基本的一个 知识跟技能来做嘛 但最理想的是 三上三下开啊 但是各位知道 三上三下开还得了 碰到统策 对 学生拿到美国时间跟你做 那好玩那干脆把上课时间 至少我二到六学位 你要讲我学生 让学生在课堂上做 我排个四学位 至少四节课 一个礼拜四节课 可以这样怎么办 做一些东西 但是我 我这边很坦白讲 各位在座很多 也很多公立学校老师 很多公立学校的学生啊 是在统策网开始做 我讲应该没有做 我讲应该没有做 也不用骗我 因为很多学生 来推特我们学校 一口试就知道了 你赚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啊 统策网 学生论老师 学生不会说谎的 我说统策网开始做的 我说统策网 我说统策网 很担 教肆很担 我说这个 不应该是 最后两三个礼拜才做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想我们大家互相美丽 我会在高指教会说 很多的 很多的理念和精神 都很好 但是到了 到了学校 碰到 升学这个 这个制度的时候啊 很多都被扭曲掉了 我每次跟各位讲啊 材料的特 特效排在高三 高三上或高三下 为什么 因为统策不考 统策不考 统策不考就算了嘛 有些竟然不教耶 我真的因为我自己教材料 所以我 我就碰过 一个公益 也是八大省公的 学校的学生 我说你修过材料 还七十几分 来问你几个材料 基本问题 一问全部都不知道 我说奇怪 你材料上过之后 怎么不知道 他说我没上课啊 我说没上课 怎么七十几分 他说我们都上 检订啊 老师说像 练检订 然后考到乙级症照 就可以来继油推针啊 所以我要讲说 很多我们课程的理念 很好的理念 碰到乙级症照 大家碰到这个 升血的快速 大家又变的话 再好的理念都没有用 其实当时 在课纲修订 我是蛮悲观的 我说如果 哇我们课纲 怎么样都没有变 都变不出把戏来啊 对 舍典国教 舍典国教之后 我不想舍典国教 还是很多问题啊 那天我在高哲在天上讲的 讲的时候 我觉得哎呦好可怕 升联国教真的好可怕 他像我们很多 比自厌序 每一个自厌序 可能差三分嘛 如果现在没记错 北北也就好像差三分 他说好 我来你大恩高工 你大恩高工 八个科 九个科 我从第一科 第二科填到最后的科 大概自厌序就差几分啊 那真的不得了耶 对你把机械科填第一个之厌 电机科填第一个 学生现在填都 我想未来填填之厌 大概是按照 以前的入取分数来填 不是吧 电机科 电子科 资讯科 然后机械科 所以从第一科到最后 这个学生就差很多啊 那如果有一个人 把那个最后 他填最后一科的 填在第一科 他可能都进了 所以他想说将来 12年国教之后 在高职我们各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 会变成什么样 我真的不敢想象耶 以前过 那些机械 经济都经过了 超过至少分数 不会差太多 那将来用章学进来之后 我们真的不晓得 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 因为在高中还好 高中 我将来可以什么分组 收克大学 那我说这东西 是不好的 所以把这个数学英文 说把它分成不同的级别 来上课 这不就是我们古代 讲的英才私教吗 我们12年古代 不是讲的英才私教吗 那人数学好 就在数学A段班 数学超而差点 数学B段班 数学C段班 你说这个A段B段 这样不好听 你说假班 乙班 丙班 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有些学者就说 这样子不行啊 这样就把学生贴标签啊 一定要把那个 笨的跟聪明的 放在一起教啊 这样才可以刺激那些 不好的人向上觉醒 我想这个人真的 不使人间烟火 在座 在座都是现场十五很 很有经验的老师 主任校长嘛 这样真的可行吗 我告诉你 会让那些笨 那些差的学生更堕落 对不对 不要骗我 我 我不怕想我儿子 就可以当地子的 他进四大乎中 是吊车我进去的 所以他永远在班上 他想说 把他不用担心 班上后面 造型前三名 都我们三个扛着 我说 你有这种想法很好 他说 总是有人最后一名啊 总是有人最后 跟我们最后第三名 就是我们来当啊 他功课也不差啊 我在这样 他跟他谈歌 他们两个同时同一届 年纪样大 我儿子的基础 批阿子高他很多啊 九十几高他很多 结果他去练了 社区高中 不然他考上成大 我儿子没有考上 考上他好 所以你看 不要说一个班 一个学生 他在 我们握手讲 零为七所 不为牛尾 他在这一边 如果说你把这些人 全部混在一起 我在收好二十分 把他放在收好 每个五十分才30公里 每次考下一程都考八十роб 都考一어나 一、二十月 一次两百八千 emulate 钱 哪顶得看 等人而谈得 donn 通話是通話名,通話是通話名,通話是通話嗎? 那你如果說,誒,把我們陳出大概二十幾位,全部湊在一起,這個老師,英采師教,誒,搞不好你的題目剪掉,這被第一次考到六十分,從來就誒,原來我生活這麼厲害喔? 我班上等一秒不知道,誒,從此就變得很厲害了 所以這種,我想這種,各種想法都有,我不曉得,我自從事務院來看,既然我們認為要英采師教,我們就可以,在高中,我講,國英宿他可以這樣把它分開 好,那這樣我們這些,我們是分科的,對不對?我們是分科,甚至很多都是單科單班的 我總不能說我這個模具科要求我來,因為程度差那麼多,所以我要分成三級,數學分三班,英五分三班,然後什麼分三班 你學一下之後,還有機械型其他的科,大家分在一起,對不對?打破班級建制來分才有可能 如果很多都是一群一班,你怎麼去分?為什麼?因為你用的版本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我們,過了一起來思考,所以12點國家做我們將來課綱修的時候,又是個很大的,很大的一個麻煩 你也不能把學生說,我們這一班就分成A,B,C,四個版本,A,B,C,對不對? A,B,C,S,四個版本,不理他們這樣考試只考一個版本,對上去只做同一個版本,V版本 那怎麼辦?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要思考的,那這個是我們,請問正常剛要 剛才跟各位報告三題之後這個部分 好,這一班科目的一個分,國文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彈剛是16,然後我們這邊是16 那英文,英文沒有變,數學有變了,數學在九章是6到8,然後在這個99課綱變成4到8 那這就剛才跟各位報告了,這個藝術群強烈要求,他說6到8我們現在還是要上6 最少6的話還是要上6,你四到8你們喜歡的人就多上嘛對不對? 我們藝術群不需要就少上一點嘛,大家說那乾脆0到8好了,對不對? 0到8藝術群不要上就不要上了,那其他人還是都上8嘛 他本來想說還是要多少少一塊,不能減太多 好,所以數學這邊有各種不同的一個版本,那X版本就給那個最少的學分數的 好,那歷史的兩個版本,地理 歷史三個版本,然後這個地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大概我們來看 那自然領域裡面,這剛才跟各位報告,自然領域的變化比較多 九五藏綱裡面它規定物理、化學生物都要上 三個版本,最少要上個學分,但是我們就大概沒有這樣規定 按照你的需求 可能認為我機械型,我機械型上生物要從哪 我機械型物理跟化學對我來講是重要的 我根本不是要上生物啊 對農業群來講的話,化學跟生物它很重要 物理它不重要 在藝術群他認為通通都不重要 但他一定要上一個,他不通通不重要我就不上 所以這函然到個性的一個需求 那生活領域這邊也是沒有變 剛才講,全民國王通識 從事學院被搭出兩學分 然後這個護理被搭出兩學分 被剪掉了 那這數學相關領域,我想這個不用再跟各位報告 各位應該都很清楚,適用不同的區別 那當然,我們的想法是說 你各項應該可以選擇自己的一個版本 但是不要忘了,跟他講 風刀升學這個大怪獸,你又完了 可能說我藍部某個私立學校 我的學生雖然是 雖然是這個某一類的 但是他們的手法真的比較壞 我打算選這個S版本給他們上 大家注意啊,學生要升學,到時候打你啊 老師,我們考試明明考那個V版本 你選S版本 會死人耶 所以這個在選擇版本的時候 我們理論上是根據學生的能力 但是你還是要配合考試的科目 考試的一個版本,這是很沒有辦法的 但我每次跟各位報告都覺得 我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想不通 歷史跟地理,下次有碰到那個 我們台時代的一般科目的東西 我就要請教他們 他歷史、地理啊 都分了好幾種版本 以歷史來講分A、V、C版本 像我們數學來講 我們數學版本可能是 哪一些東西比較懶的就不教了 他就很特殊,他是用 A版本是中國近代史 V版本是台灣史 C版本是世界文化史 這樣分得分很怪喔 我剛講說 A版本是北部門唸的 V版本是南部門唸的 左水西南的 C版本是歐順尿唸的 北部人的中國近代史 南部,東北台灣人的台灣史 但這為什麼不客氣喔? 他為什麼不客氣喔? 要考試不考 對不對? 考試外考啦 稍微南部人就投米版本沒關係 北部人投米版本 還是西版本載在他 如果這考試要考的話 我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深血科目如果這一課要考的話 就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他們這個編的是有點 他們什麼思維齁 好 地理也是這樣齁 他們什麼通溫地理啊 區域地理啊 我也不曉得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分 好 那公民社會也是把它分成 A B1 B2 因為這些科目啊 基本上 把它當作這種人文素質的培養 跟深血無關 所以你就有比較大的彈性自由 那加上如果我們國文素有能夠這樣 那就更好 國文你可以把它分成這個文言文 閃文的 對 應用文的 漫畫的 那學生看你學生程度自己去選擇 哪一個版本啊 那跟考試無關的話 就很自由齁 好 這邊是物理 化學 生物的一個版本的一個區分齁 那當然這邊的建議 建議是用什麼群啊 這些當然一定是跟大考中心做配合 就是說我們這邊建議哪一群 用哪一個版本 你考試科目 考試就用這版本啊 那學校就會抓狂齁 所以一定要配合這版本 來做學校的課程規劃 好 以下是各群的一個 課程的一個編號 我想這個沒有很快把它走過去 機械群沒有什麼變 然後東於機械群 把這個機電試圖與試圖實習 改成機電試圖與實習 這可以看一下就好 大家 電機電子群在我們認為 他們是很相似的一個群 但是他們認為他們還是不一樣 所以在這張他就改變了 他們在布電的科目裡面 數位邏輯 數位邏輯實習 電工機械一 電工機械二 那這個給電機科 跟資訊電子他們自己選 資訊電子的就會選數位邏輯實習 電機科的就會選電工機械一 所以他們還是一樣 我記得這個當初為了95站 剛剛為了這電機群的一個老師 寫信寫到中工府去 先財源中工府 吃八顆贏 到處去選 那時候我們還是工業類的課程中心 每天回答這個就回答死了 我說為什麼這樣問 他講這個電工機械多重要啊 不善會死 我說那數位邏輯都沒有說 很重要不善會死 每個人都不善會死那怎麼辦 那他們最後只好妥協 他也變成這樣 戴959張的時候他們就切成兩塊 那這樣乾脆就不要編在 照理你講 這個東西就不用放在布 布定的群的核心嘛 就放在各科裡面的必修科目 就好了嘛 那就不用爭議了 對不對 那就是爭議很多我記得 好 那這個是土木建築群 他們新增了一個電腦繪土實洗 化工群變化比較大一點 他們新增了基礎化工 化工裝置 刪除了一些什麼土化實驗啊 分析化學實驗 農業群 這食品群也是沒有什麼變 水產群 商業群 設計群 外語群也是我們 目前比較特殊的群 因為我們外語 它也都一樣外語 外語是我們現在只有日文跟英文 那其實外語應該不只 外語應該還有俄語啊 德語啊 話語啊 所以這個要把它定個情核心真的很難 對 你要定什麼 英文聽起來 學話語的時候 我是話語科的幹嘛學這個 我是德語科幹嘛學這個 對 所以我覺得這英文外語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群 它英日語是兩個 這兩個東西根本沒有什麼互通 他們這兩個東西 你說我們翻譯 翻譯英文跟翻日文 它的文法什麼都不一樣啊 你要怎麼去混在一起 但是他們還是想心辦法 設了一些共同的科目 但是 有跟沒有看 一 英文聽講練習一到四 日語聽講練習一到四 英文唸讀日文唸讀 那它不是一樣 有跟沒有 不是一樣 各科上 那個 英文外語 英文的 上英文的 英文外語 日文上日文的 好 佳正群當初也是一個草很多 後來 他在佳正群食物裡面還分很多 就是各個群人不一樣 好 這是餐體群 藝術群的 藝術群看起來好像都一樣啊 但他們在展群食物裡面又分很多 展群食物裡面 他們各個不同的 領域範圖 不同科別 他們不同的展群食物 好 那讓我們課剛 我們這就是課剛實施之後 我們當然希望是能夠落實 務實自用的一個課程特色 剛才講 給學校校本課程 但是學校能不能真的 發揮這個課程特色 難怪人家一直罵我們說 你們自己講的 你們落實務實自用 為什麼你們學校 跑去生學沒有什麼 那這就是我們的宿命啊 我講我們的宿命 因為我們職業學校 從50年代 為國家培養集成人力的單位行業開始 他是個終點教育 沒有錯 他當然要培養務實自用進來 不理是 所以時代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我講第一個人力素食要提升 第二個產業形態是在變的 現在需要這種技術人力的工 不是那麼多了 那整個產業人力被 但是又沒有人敢站出來說 我們要改 老不其只改來說 升學就業品種 培養學生生來發展的能力 又不敢把那個升學選下去 升來發展能力 什麼叫升來發展能力 就是升學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 我記得還有一個檔案 講說看中華民國 什麼職業教育 所以我們不能違憲 要講到這裡 中華民國有什麼教育宗旨 教育宗旨 那邊職業教育要幹嘛 那邊沒有改 這個我們不能改 他講這個東西 是個緊箍咒 不改 一直在哭著我們職業學校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最近我們培養部裡面 帶著很多長官 可能有機會跟部裡面長官 接下來我們高職 我要講講 高職要走出兩 要走我們兩雙軌也好 一部分的學生是什麼 是要繼續進到科大去進修的 培養我們的中層技術人力 這些不要社科分群就好 因為社科面育它不是立刻就 它是要培養中層的 助理工程師公司這些 我們就 就只要分群就好 其他剩下的需要 你知道 它這種技術性 技術性操作 就可以從事的工作 鑄造啦 模具啦 板金 各位知道 現在不是每一個科 他高職畢業 人家就要你 我講難聽的 你資訊科畢業 高職畢業 你去找工作誰要你 你除了去宏達電 什麼電子工廠 剛生產線的勞工之外 你能做什麼 我大學科大資訊系的一大堆 我怎麼可能要你 所以我們必須坦白講 像機械科 機械科的學生 你現在高職畢業 人家不見得要你 現在所有的機械全部都是CNC 對 五軸加工機 Catercam 那些東西 難道是高職畢業 才能夠升任的嗎 但是有些確實可以 有些是什麼 它是需要從務性操作 技術性工作比較多的 焊接啦 鑄造啦 這些工廠 你如果靠下去 你敢不靠下去 敢不靠下去 就可以了 那這些我們才社科 對國家 國家興建很需要的 現在現在我們開放外勞的配額 我們比台灣 台灣現在很多人講說 哎呀政府無能啊 什麼事業那麼多 缺工缺很多呢 不敢做啊 每天看報紙說大學 第二十幾K是被 那些企業那麼多人 每天都在家裡靠 也去做 沒有五軸不要來找我 達到這種心態啊 現在很多 我做的感覺 很多老闆說 都沒人耶 請沒人耶 一個月 一個月開始三萬幾塊 財富都六七萬 也請沒人 大家在外面 哇 失業力好高喔 民不聊生啊 政府都不曉得 人民的痛苦啊 他敢在家裡睡覺去做一下 所以那是阿基塞講得很好 兩萬事 要是我去 阿基塞說 要是我就兩萬了 跟老闆講 人家兩萬事我兩萬了就幹了 先把工作問題搶到再講 你有本事很快 就可以升他三萬四萬 所以將來我們直接想 一定要走這樣子 不然你永遠把 永遠這八十幾顆再弱 然後永遠跟人家講說 我升血就位病重 然後人家就哪有病重 升血百分之九十八 就位最冷趴 你哪有病重 然後這樣有手雙軌 升血的分泉不分科 政府產業需要的人力的 這些國家需要人力的 才是二科 甚至有講說 不只缺雜或缺美 還要公會提養 每個個個個幾千塊的收費 獎助血金 所以這個行業很辛苦 你願意同事這行業也很好 然後畢業之後 反正我這個課程 就按照我們單位行業的方式來 甚至比單位行業更單位行業 一個禮拜 給你上三兩天三天的十一課 甚至我們可以採尖教 做模式來辦你 所以期間畢業之後 政府跟你掛保證 你工作兩年之後 你進科大進修不用考試 其實現在不用考 現在 現在根本不用考 現在本來就是 就是到處都有 科大可以唸 這樣子 我們在高中 我們就很大聲跟人家講 我們高中升學就位分眾 我們這邊升學的學程 分群部分科 升學都百分之九十幾 就升得很好 這邊就業導向的課程 我一年之後收 我們每一年的 一萬個學生 兩萬個學生 百分之九十九全部就業 那這樣誰讓他質疑我們 對 那 升學到科大這邊 就是科大的責任 你科大才能把我們學生 培養成業界所需要的人才 那就科大去努力 至少我們在高中 就業學程 我把它弄得很好 而且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心安理的 不然以前我們那時候講 我們以前高中是掛羊頭賣狗肉 對不對 跟他講我們是就業導向 都偷偷在升學 我們現在掛一個羊頭 掛一個狗頭 對 有升學的 有就業的 我去看你校長 我跟教部長講說 校長你考核校長 去看他升學的這邊 升學力好不好 就業這邊 就業力好不好 兩個都好才是好 升學真的升學力99% 就業這邊都很差 這個校長就是不好的 兩邊都好才是好 就業搞得很好 生也不好 這個校長也是有問題 我想我們是希望能夠這樣子 那再來 我們的課章 我們現在我們專業 跟十一課程的教學 能夠加強 給大家更多的一個自主空間 更多的一個 校門課程的一個規劃的空間 真是希望大家能夠加強這方面 那再來 讓一般跟專業力的均能 能夠均能發展 一般科目 那七十幾個學分 我們不像說 因為 既然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學院要升學 你要兼顧專業 要兼顧專業 當然真的很困難 但是我們學生到科大一邊 常常被過分說 我們一般科目不夠 基礎不夠穩固 他們想說 因為我們學了太多實習課 那實習呢 又不行 我常常講學生 問人家 你高級生 所以我高級的 所以我這個數學差一點 應該 我說應該 我說問題是你技術還是很爛啊 我說現在技術很好 我可以演講你說 你會 你把學生發生的問題是 你技術那邊 我說這科技不夠科 輕輕鬆分 那身體那邊科目 你那邊學生學得很少 那這裡相討不重要 對 兩邊都不行啊 好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科學師之後 能夠把學生證照取得的比例 跟證照成績 能夠提升 但是大家想說 證照 跟我們的 技術能不能發展等號 現在是 教育部 問老委會 老委會問教育部 教育部就講說 老委會你要配我 開辦什麼 這個之類 老委會講說 我們 既然結晉 學生開的 有一次 有一次老委會長官就這樣 很大聲跟我們 很大聲會講說 我們既然結晉 科目又不是我們學生要開 我說好 你比較大聲咧 我說既然我們學生全部都不考 看你既然結晉 三天就掉鍋 全台灣現在既然結晉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我們學生在考 對不對 我們高職 高職學生如果不考的話 老委會 可以拐起來 老委會 總辦可以收起來 說話不要大聲啦 我說沒有錯 我的目標是這樣子 但是 因為你們無能啊 你也沒有辦法 把證照推出去 所以只剩下學生 為了升學考試 為了學校的績效 來考 社會大眾都不一定來考 現在社會大眾都會考什麼 美容美法 中餐 他們水餐 為什麼 因為中餐規定你開小事件 你要中餐品級嘛 你要開梯頭條 你要有那個 美容美法的執照 所以這才有用啊 那我說既然這兩個可以 你為什麼其他的不行 你其他的行為為什麼不去推 他推不動啊 我說這樣也推不動啊 推不動到大聲 從20年前我們就喊說百萬證照到現在 那時候20年前就喊要推證照出 到現在還推不出去啊 這個是 所以我們學生證照 取得比例 取得這樣 取得證照比例提高什麼 那只是未來 未來證明我們學生的 專業技術能力 有達到一個水準而已 但是對他們就業真的有幫助嗎 你目前還能看的話 還是沒有 這個部分真的 農委會還要真的多加的努力 我們這樣就能夠透過這一次 技術教育再造方案 也把農委會拖進來 一起來看怎麼樣能夠 把這整個提升 好 那當然這一個就是我們做了 相關的一個配套措施 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 我就很快的 包括快的研修 還有一些宣導 還有我們課程 學校新課剛之後 學校都要開始課程的總體計畫 他送到嘉義部這邊來做一個審查 那我們在 採用家商也建設了課程資料庫 各位都可以去用 還有 稀有的一些布丁 專業科目跟實習科目的一個教材的一個編算 這部分要跟各位報告 也是跟各位報告 這個部分 部裡面現在應該是委託 藍頭家商 在弄 因為很多 很多群很多客人 他的科目 銷售量太少 對不對 科太少 這個群太小科太少 所以 謊見沒有人願意出 我才講 只要是很多 銷路很好 你不用鼓勵 你不用共產主任就 拿去審 那稀有科目這邊 就布裡面 但目前布裡面的方式 我覺得是不大 不帶有誘因 大家知道 好像寫 他什麼教材的競賽 你要寫這 他什麼競賽 得獎才給幾萬塊 這樣鬼才要寫 萬一寫一寫就沒得獎 你們都要寫 對不對 花了一年時間 寫到外遊去 還沒得獎 這樣我們一家人就沒有 這東西應該 有個部 我跟你講 應該部裡面便利筆經費 然後看哪些科目 是需要寫的 就找誰請幾個老師來 一個人 一個人五萬 十萬 對吧 讓人在那邊寫 那人不再輕寫 要不要說 寫下來比賽 有獎名到有獎金 你拜託你叫他寫好不好寫 對沒有人念你寫這個 所以這個我們目前 我們現在在發展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現在還很多群 所以在看老師自己發展的 自己發展那個教材 這部分部裡面 需要再繼續努力的 我想各位參加過很多的 一個教室的研習 包括新的 課竿裡面新的科目 我們當中都講 課竿裡面新增的科目 要先辦研習 在佈定科目的新增 要先辦研習 那辦完之後 如果在校本科 校本科目裡面 各校各校都一致的 大家都有開了一個校本科目 這個研習的一個重點 好 那設備的一個調查 我想 設備經費 在三年前 應該有二十幾億吧 大家 應該公益是要 大家吃得笑的 公益應該大部分的學校 設備應該都補得差不多了 就我所知應該都補得相當過 那最近 其實中辦也很照顧 在私立學校部分 公司就一樣 每年你只要辦 建教合作 跟實用技能學程的學校 大家看 一年都有兩億多的經費 在豫住裡面 每個學校 你只要辦的什麼 活動機班 辦多一點 建教班班的 實用技能班多一點 大概三四百萬 四五百萬都有 每年都有 而且就我所知 這十五年來都有 我想 在座很多學校 應該都能拿到這筆錢 好 那考制造成部分 大家配我們課竿 做一些修正 好 以上很快的 跟各位 先報告我們 求柯剛的一些 中環未來 柯剛歸好 我們希望走的方向 那如果什麼不清楚的 要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 好 各位親愛的工作夥伴 大家早安 看到各位非常的高興 記者教育有各位在做這樣的一個前鋒 真的感到非常的高興 那各位應該了解我們20 就是103年 103年會實施十二年國教 那十二年國教的過程之中呢 其實就是要以課程發展為主 換句話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把學生帶到哪個地方 我們應該讓學生具備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這才是我們12年國教的一個根本 那所以過去大家所在討論的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進哪一所學校 然後應該以什麼為標準 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進入學校 各位想想 這是一個手段還是一個目的 只是一個手段而已 那這也就是整個新聞的私教 大家在討論的都是在討論 這個學校應該要用什麼標準來 來入體學生 那家長所擔心的就是說 我的孩子將來應該怎麼樣才能夠進到明星學校 過去的大家都在擔心的都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應該回歸到本職過來 12年國教的學生 我們應該給他什麼樣的能力 這才是我們應該有的一個 整個教育界應該有的一個方向 所以在這一塊過程之中呢 課程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我不曉得台灣是怎麼樣 那台北市來講 那台北市來講 從去年的 應該可以講說去年的10月份 經紀長就召開了高中跟高職的 成了一個課程的工作規劃的小組 那裡面他是請我當這個 學校部門課程規劃的一個部分 那也就是要去看高中課程 跟高中高職的課程 那在這一段期間 其實坦白講 我從台北市 台灣人我不敢講 從台北市裡面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這樣繞了一間回來 我發現學校現在所有的課程的規劃上 做得最好應該是 國小這一塊 國小這一塊 再其次呢 我們不要忘字毀播 所以我在 台北市定基長的面前 還有在我們前一任部長 那個吳清基的面前 我就跟他講過 在其實這個高職的課程是 既有本位特程的一個精神在 那最最可憐的疫情就是什麼 國中這一塊 國中對整個學校本位的課程 跟領域課程 按照道理以前是講九年一貫課程 對不對 九年一貫就是很重視的領域課程 但是 國小那一塊是做得如有如普 那國中因為到高中這一塊升學 所以全部都沒有再實施什麼管理 什麼課程 他就是加強國因素等等這些學科而已 所以來講的話 國中這一塊幾乎是零 我不曉得台灣省怎麼樣 我們邂逅的人不能隨便打望你 但是我所看到台北市的現象是這樣 那少是有幾所學校是為了那個什麼 顯拔那個像新北市的什麼左衛學校 有沒有台北市有優質學校對不對 他們會去規劃特色課程 其他幾乎都很少 那高中呢 是比國中稍微好一點而已 那所以丁機長就問我一下說 那所謂好一點點在哪裡 我說我可以擠台北市兩個例子 一個是精美女中 一個是那個什麼立山高中 他們學校在社校的時候 在課程規劃裡面 他就把他學校所要發展的特色 規劃進去了 比如說各位如果你有時間去看那個 精美女中的課程的話 他是發展外國語文為學校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在生理教育一的時候 他就是外國語文為一個特色 所以他的高一學生大高二 學生高三裡面有外國語文的選修 他外國語文的他開了很多 有英文語外還有德文西班牙文乃至於 好幾個至少開了四種到五種的語文 讓學生做選修 而且每一個學生一定要去第二個外國語言 這是我看到台北市高中裡面的一所特色學校 另外一個就是立山高中 立山高中裡面 他本來他的規劃就是 他的課程是以自然科學教育為主的那個特色課程 各位你不要以為建宗是全國最明星的學校 他的課程 我不能講太粗語的話 根本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坦白講 他是靠學生 因為他的學生IQ很高嘛 有一八級的對不對 他不見得他們需要課程 結果建宗的課程就可以讓我來參考 那你如果沒有以你自己學校的學生的能力去規範的話 那我告訴你 鐵死無疑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啊 那個台北市的補習班裡面的補習階裡面 建宗北印裏的學生是最多的 也不要以為是這樣 三點多很多學生就俏課開始上那個補習班的 所以在這一塊的過程之中呢 台北市中去年的11月12月就開始成立高中跟高職的一個課程規劃工作小組 那最可憐的是國中的部分 各位知道我們高職是不是有勤科中心對不對 帶著總共有17個還是18個勤科中心帶著大家走 那高中有邪科中心 換教他有國文邪科中心 英文邪科中心 自然邪科中心這樣子 國中完全一切空白 他們現在發展 以前九人一貫課程根本就沒有發展 現在要發展多少 12年的課程 要銜接高中高職 那所以他就辛苦 所以你沒有發現 今年 台灣省的我沒有做統計 台北市啊 國小國中高中的校長 退休的最多的是哪一個階段 你知道嗎 就是國中 那個壓力很大 那老師呢 因為過去的那種教學方式 到現在的教學方式要所改變 那老師很多的教學方式 他也是佔於一種彈簧 無知所措的一個立場之下 所以上一次去年的六月份 機場召開都學會議的時候 我記得的時候我就跟機場報告 我說 可以仿照高中高職趕快在那個什麼 國中成立的我們不要講說 學科應該成立什麼 領域造極學校 然後趕快去發展領域課程 然後找一些老師開始去做發展 不然的話 我們的十二年國家 那又基於一種形式 所以各位敬愛的工作 我們身為一個教育的工作者 人家跟你談十二年國家的時候 以我個人的看法 你不應該去跟著他們談說 我應該上哪一所學校 我應該用什麼標準 而是應該去談 我要給學生是什麼樣的能力 我想把這一批的孩子 帶到十二年國家的時候 帶到什麼樣的能力 什麼樣的教育目標 什麼樣的課程 讓他具備這樣的能力 才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好幾次在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的時候 以及在教育部的時候 我都跟他講 凡是記者在談任何一個課程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拉回來 十二年國家 我們是要把學生帶到什麼樣的方向 讓學生具備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才是我們現在教育應該有的一個目標 這是我今天在這地方 跟各位敬愛的工作伴 還沒有談到學校本規課程規劃的過程之中呢 跟各位談到這一段小小的一個差距 那早上正教授已經跟各位敬愛的工作伴 已經談到我們九九課綱的精神跟課綱的內涵 我想各位複習一下 你可以回答你就回答 不能回答沒有關係 等一下答案都在我的演講過程之中 各位想一想 如果有人問你 如果有人問你 我們現在高職實施的是什麼樣的課程 什麼樣的課程 就是上面的學校本規課程 就是上面的學校本規課程 早上正教授已經上課了 你心理上應該要有一個概念 百分之幾 大概各勤課不一樣 百分之45到55 那你學校要自我規劃的課程 有多少 一樣 百分之55到45 是不是這樣 好 那如果有人再問你 以前的實施單位行業課程的時候 我學校實習科目可以很多 我現在實施久久課康的時候 我學校的課程很少 所以學生 我沒辦法讓他得到運有的技能 因為實施減少 對不對 我都一直拋這些問題出來給你們 對不對 然後呢 也許有一些 某一個科目就講說 就是講說我的實施太少了 乃至於比如說我的數學 我的國文 我的節目 實施都太少了 不符合我學生的需要 對不對 各位透過我這樣的問題在釋手的 你怎麼想 好現在我再問一個問題 如果在實施的過程之中 當我發現我的課程規劃 有問題的時候 我不可以馬上修訂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這一連串的問題 現在很多的會議裡面 很多人都問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從95年一直實施到現在101年 六年的學校本位 真的 這些的問題一直在產生 不是各位新進年年 很多什麼 我們今天的開會是 希望這新進 新任的主任校長 還有組長行政連連 或者是新進教室來參與 不是你們新進的人 也有這些問題 舊式 舊的人 他不去參加聯席會 沒有去關心教育 沒有去關心課程的人 還是有上面這些問題 所以每當一個在對答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是說 怎麼樣 但是我會覺得很可憐 為什麼你 不知道我們現在國家的課程的制度 而你產生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 反而暴露你的什麼缺點 讓人家感覺到說 你根本就不關心我們現在高職的課程 所以你是在什麼 呼嚨大家 也許校長這計畫是講的太 太深的一點 但是我受賄 所以我在這地方 跟各位健愛的工作夥伴 先還沒有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先拋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來 等一下你就要開始釋收 這些問題 我拋出的這些問題 你找到答案了沒有 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其實 這整個課程的一個規劃過程之中 我們高職的時候 我跟台北市的丁機長 以及教育部的關聯 我都跟他講 高職現在學校本位課程 已經有一個基礎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五年到六年的基礎 出師的基礎了 現在應該開始發展什麼 特色課程 課程的規劃是一步一步的 沒有一步到位的課程 就非常圓滿的 因為實在在變遷 所以課程應該既有彈性 給學校有一個什麼 彈性的空間 這才是最對的 所以課程 有很多人會講說 那個課程就是 教育主任的事情 今天教育主任來的請接受 有沒有 好 請放下 或者講說 這個課程是教學組長的事情 教學組長請接受 很好 是嗎 我要告訴你 課程裡面 現在強調校長要什麼 課程領導 除了行政領導 品德領導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課程領導 課程 校長如果不懂個課程 那我跟妳講 這個很危險 校長他更應該來參加 校長來的請記住 不錯喔 還有兩三位 你 你校長要帶著你的教育主任 帶領你的教學組長 帶著你所有的前提的老師 來共同參與你的課程規劃 你這樣的課程才會成功的 所以 學校本會課程 是誰的責任 所以我們老師 當老師的就不能講說 你好定 你對話什麼課程 這個我不能教 你有責任啊 你也是一成年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先釐清這樣的問題好不好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剛剛早上政教授已經談到 我們課程的整個的架構 我剛剛也講過 那我們怎樣去規劃我自己學校的課程 然後能夠適應我學校學生的需求 能夠符合我學校的一個基準 然後能夠發展我學校的特色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我們今天我概列跟各位談一下 這是整個這八個 學校本會課程的意義 學校本會課程的意義跟特色 然後學校本會課程的發展模式 跟學校課程發展的組織 就是國外科的發展流程跟工作要領 還有規劃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事項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談一下 我國職業學校課程發展歷程 這是整整我們整個職業學校的發展 就是這樣的 各位可以看40協定度的時候 我們叫做什麼 暫行各類職業學校課程標準 40年的時候 各位知道 那時候我們接受的就是什麼 美顏 對不對 美顏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初級職業學校 有什麼 高級職業學校 那時候有初級職業學校 所以叫初級職業學校 跟高級職業學校 那我們的課程呢 是 仿照美國 因為我們從美國教育開始的 因為美顏開始對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沿路 那時候呢 就是 陸續推動單位行業課程 其實那時候的單位行業課程呢 沒有我們現在這麼細 沒有我們現在那麼細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琴科課程一樣 那時候沒有那麼細 它也不叫機工科 最早就是 那時候就叫機械科 是我們後來單位行業的才叫做什麼 機工科 那我們以前呢 是叫做電機科 那因為單位行業才改成什麼 電工科 那電工現在又不好聽又改成什麼 電機 知道嗎 機性機工又不好聽又改成什麼 心血科 知道這意思嗎 那其實這個是最早40年 那53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定立我們的職業課程標準 那時候就完全開始實施 單位行業訓練 那時候所出來的整個單位行業呢 也沒有現在這麼多的科 大概七十幾個科而已 六十幾科 七十幾科而已 那時候這 是提養你什麼 單位行業訓練的課程 到63年 做一個小幅度的修正 那63年剛好我在四大公園教育 其實是大三的學生 那時候在哪裡修訂呢 沒有這麼 以前的課程修訂就是國家統一標準嘛 對不對 那就是在國立華僑中學 那國立華僑中學修訂的時候 我們就是兩天 那時候比如說下長是學板金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板金的 那時候我記得就是珍惜店教授 然後他找一些企業的人 他找一些什麼 學校的教授 然後幾個人 然後就在那個什麼 國立便利館 然後一天半就解決了 一天半就解決了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63年 那時候我剛好大三 直接參與 75年度的時候 那時候各位應該記得非常清楚 最少是規劃勤級課程 那時候勤級課程是規劃 就有型的概念 有沒有機械琴 那時候機械琴射出來有幾個科 那時候有很多著途科被消掉 有沒有 那時候就機械琴裡面就有機械科 那時候是規劃勤級課 然後什麼 那個什麼 汽車課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什麼 鑄造課 四個課 那時候有共同的選修的課程 那後來這個課程要公布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反對 就是說 我就是剛剛你們所講的 我剛剛問的問題 那那個這樣子 很多的課程這樣子下去的話 那我們那個自己課的實習就會減少了 所以沒辦法訓練 某一個行業非常占盡的技術 他想要 保持原來單位行業課程的特色 所以那時候在這種議論之下 就在75年年改成有兩個 狹野兩類的課程 那其實假類課程就是實施勤級課程 比類就是能就保有單位行業信念的課程 好 那再來我們的改變應該是89年 那時候叫做高值新課程標準 那時候呢 把高值分成七大類 那時候總共的科有幾個科 那時候總共的科有幾個科 70個科 分成七大類 那時候呢 開始實施學年學文字 我們學生高值呢 就是要修多少 160學文才可以畢業 開始實施學年學文字 那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才勤級的精神設計 那時候呢 最大的特色是 擴大選修課程 我們過去選修的話 再過去的選修都大概只有說 兩科讓你選一科 那這個的時候就是擴大 所有課程的10到15% 每一個前科不一樣 可以規劃你的選修課程 這個時候 我們學校本位課程的精神 就已經開始在高值什麼播種了 如果要講學校本位課程的開始 應該是講89年的 已經開始有學校本位課程的精神在內 只不過學校本位課程呢 他給各校規劃的空間沒有那麼大 只有百分之多少 10到多少 15這樣的課程 然後到95年 我們完全就是學校本位課程 所以他下一步所規定的課程 在190號學分裡面來講 各位你可以看看你的勤科裡面 他所訂的一般科目的固定標準裡面 就是百分之六十七協分到多少 七十二協分左右 加上我們的勤科的專頁必定課程是 三十三十到三十二 也就是有些是講二十八到三十二 那加起來也就是九十二協分到一百零幾協分左右 因此呢 我們可以規劃的課程 自己學校的規劃課程 大A就有八十八個協分到一百一十個協分左右的這樣的一個課程 學校可以在這邊自行規劃 這就是學校本位課程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就要回覆到剛剛所講的 有很多人喊說 我們學校學生勾問能力不夠 我要增加勾問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你可以根據你學校的能力 我以前在募大高空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老師那個找過來 我每天剛開始規劃九十五年課程的時候 我差不多九十三年就開始成立課程規劃委員會 那那個各科造集研究會 差不多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開一次會 那校長造集所有的規劃委員會 這裡面每一科都要有一個代表參與 他們一個禮拜至少開一次會 我們剛剛開始規劃的時候 就等一下那個工作成績 會跟各位講 是從分析學生的能力 學校的背景 以及社會的需求 然後去走手 然後你學校國文 你認為募大高空的學文應該幾學分 那你要把募大高空的學生 國文能力帶到哪裡 然後大家在教學研究會 你挑出來 剛開始的我們不禁說 哪一科一定是什麼 幾學分 國文科造集研 你就自己起來講 我們學生的能力 國文國中進來的能力是 什麼樣的能力 到我想要他畢業的時候 發展到什麼樣的能力 所以我國文希望第一個 第一年是幾節 第二年是幾節 第三年是幾節 提出來 那時候的教學處長 只做什麼 紀錄而已 所有的會議都是校長親自指持 教責任指示 什麼秘書的工作而已 然後出來做紀錄 再算 如果這樣配合起來 都能達到這樣的需求 OK 一處成功 很好對不對 萬一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帶再來什麼 學商跟討論 學校文化的課程 95年的課程 你知道 當時我到前北中南 在演講的時候說 學校課程應該怎麼規劃的時候 當95年 我在出來告訴大家應該怎麼規劃 其實木造高公司在93年 我就開始規劃 絕對不是像現在你們這樣 我這樣講 如果有傷害到你們 我在這裡致歉 絕對不是說 我哪一個學校的課程拿過來 我抄一抄 然後抱出去這樣就可以 這不是高職學校本位課程 應該有的精神 這樣你也沒有讓你前校的老師 去了解我們課程是怎麼樣規劃出來的 大家心甘情願 好好去幫我們學生教好 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來看一下 98年的課程 其實來講 我們就是95年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各位覺得 還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在希望再做修正 所以就我們就修正98年 就修正出來 我們本來公布98年要實施 對不對 到後來因為高中的課程出了問題 這家出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覺得教育不要跟政治掛過 這是國文跟什麼 跟歷史吃最大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不以批評 教育本來就是不跟政治什麼掛過 教育就是一種什麼 清淨高超的境界 我要的是讓我的學生達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我們不得已 98的課程出來以後 99年才開始實施 99學年度實施 現在各位實施 第幾年 第幾年 第2年 對不對 是不是第2年 100學年度 99學年度開始 你們現在是100學年度 到明年的 現在是 現在是101學年度 是吧 對對對 101學年度 已經兩年多了 實施兩年多了 到明年就進入第三年 明年的7月份就進入第三年 所以我們坦白講 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當你在實施的過程之中 發現了問題的時候 在目大高空每一年定期召開 兩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那所有的各科的召集聯 都要在委員會裡面報告 我這一年來 這半年代 在實施的課程裡面 有哪些缺失 有沒有要修正 如果要修正 馬上就提出修正方案 各位知道 所有的修正方案 都要在哪個什麼時候提出來 在11月份以前 各位知道現在幾月份 10月份 在11月份以前 要報到那個什麼 你的教育行政指援機關 那台灣誰就報給誰 中部什麼 辦公室 如果你是現立的 你都報給你的什麼 縣市政府的什麼 教育級教育處 台北市跟那個什麼 高雄教育級的話 你就報給教育級 台北市政府教育 或高雄那個教育級 然後呢 他們一定會找委員來做審查 審查的結果 一定會在4月份5月 告訴你 當你通過的時候 你隔年招進來的學生 就可以根據你修正的方案 去做什麼 實施 知道這意思嗎 所以當你一年級的課程 發現不對的時候 你第二年招進來的學生 是不是已經做修正了 你要知道你規劃出來的一套課程 就是那一年進來的學生 修幾年 修三年 知道嗎 所以你要做修正的時候是可以修 一般來講 像我常常在審查台北市的 那 中部辦公室因為太遠 我也沒有時間去 一般來講 你只要不去動到 布定必修課程 那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尊重學校的規劃 那 布定課程 你是不是就不能動 修的時段可以動 你知道我意思嗎 比如說 你的那個 我隨便講一下 就是說 我隨便講一下 化學 是不是一定要在高校修 不一定 也可以 因你學校的需要 把它調整到什麼 一年級修 也可以調整到什麼 三年修 時段是可以什麼 調整的 但是 血溫是不能什麼 調整 知道這意思嗎 那你 那你就我剛剛所講的 就回答了你幾個問題 是不是 那 我如果今天一直在這邊 談理論 沒有 過去坦白講 整個高職的課程 我等於可以講說 從民國 63年 一直摸到現在 101年 38年 所以呢 各位這些精神應該要清楚 知道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前年呢 很重要的第一個 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點 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點 當時既是下一個規劃十分之 核心科目以外 學校本位課程 就成了我們未來各校發展的什麼 重心 所以 如果人家講你說九九課綱 是 以秦為主 有沒有 談到科 有沒有啊 秦西科 啊 有人講什麼 西秦時科 啊這個看你怎麼去講 隨便你 但是是秦科並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為主的 好 那我們現在談一下 學校本位課程的意義 學校本位課程 研究發展 有很多的學者 但是我後來找到這一顆 覺得比較適用我們高職的 學校本位課程的定義 所以我拿出來跟各位分享 這計畫怎麼講呢 各位可以看 他講學校本位課程是 以學校的背景為基礎 什麼叫學校背景 各位敬愛的校長 教育主任等等 所有的老師你想一下 什麼叫學校的背景 學生的能力是不是你的背景 你學校的發展方向 企業還有呢 你學校的設備 學校的各科等等的這些 是不是都是你的背景 所以背景非常重要 這些背景包括社會資源 有沒有包括 有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背景 兩個日後 就輕輕地帶過去 背景非常重要 然後再說 以學生的 需求為目標 我記得 我記得 每一年 木大高空的學生一進來 我們新生訓練完畢 都會做一個調查 未來的調查 最簡單的就是 升學跟什麼 就業 你未來是要升學還是就業 每一年調查出來 我記得我第一年的時候 學校本位課程 我做學生的調查 木大高空的學生要升學是 98.17 要就業大概 那個1.6級 他聽他有0.out 不知道要幹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 有 那你在規劃的課程裡面 後來你看看我給大家的範本 就會以規劃什麼 升學導向跟什麼 就業導向 那個是當時 我有這樣根據的喔 那結果一丟出來 大家都跟著這樣做 知道嗎 那現在我們可以不可以 重新思索 可以不可以 可以重新思索 現代學校裡面 所有的課程規劃 是升學導向跟就業導向 是不是特色 以當初來講是特色 現在是不是特色 因為大家通通一樣 就不成特色了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 在跟談社課的時候 他就說 校長 楊岳和 那你覺得呢 我的升學導向跟就業導向 難道不算特色嗎 我說可以算特色 但是已經不成什麼特色 因為大家是通通一樣的 知道嗎 你現在看所有的學校規劃出來 不是升學導向跟就業導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真正我們所有的課程裡面的特色 哪一個課 哪一個課程最有特色 中和高中的課程 比你現在的更有特色 是不是 你看他高一 完全什麼 試探高二 然後上來才分什麼 學術課程跟什麼 專類課程 對不對 學術課程裡面又分什麼 第一類第二第三第四類 對不對 那你的那個專類課程又分為什麼 好幾顆 是不是這樣 某種的味道就是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這樣 但是現在你能講說 我的中和高中就是特色課程 是不是 不是 是 但是大家通通一樣 就不是特色課程 知道嗎 當是在對話中和高中課程的時候 它是既有這樣課程 特色的意義在內 它是有益於高職的課程 有益於高中的一般課程 但是 如果你現在就單單把 中和高中的課程講出來說 你這個就是 比如說 我這個學校裡面 我實施的就是中和高中 那我的特色就是中和高中的課程 這樣對不對 是特色但是不成特色 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看 是以學生的需求會話 還有以社會的什麼 期望 還有在法規授錢範圍內 法規授錢範圍內 現在授錢給你多少 百分之四十幾到五十五的規劃 換給你內啊 那你就跟人家 再跟人家講說 我們現在的課程哪一個 我現在那個課程太少了 那個教育部怎麼規劃這樣的課程 那人家笑的是笑你學校喔 笑你喔 你不懂得學校本位課程的精神喔 絕對不會計較什麼 下一步的課程規劃有問題 知道嗎 據我所知道 目前為止 我這樣去看 整個我們現在高職 你知道郭文現在 普遍性的是幾節 你知道嗎 四節 有人開到六節 英文普遍 四節 有人開到五節 郭文老師在喊說 我郭文不夠嗎 那你教學應該有問題啊 數學 以工科來講 普遍是多少 四節 有最高到五節 那我們數學 不定標準 以工業內科 只有幾節 八節啊 是不是 畢修啊 那其他你那裡怎麼加來的 適應我學生的需要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我們的那個什麼 藝術課程不要數學 對不對 數學是最基本的 你不要說高中畢業的學生 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等於多少 是不是啊 你們聰明一點 跟我講一下 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多少 是不是六分之五 我們高中生的還有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等於五分之二 你出題目給他減的話 一減三等於多少 不能減 沒有答案 他還知道一比三小 二乘以二多少 他知道很可愛 六 二分之一減三分之一多少 二比三小嘛 不能減 一比一 一減一是什麼 零嘛 所以乾脆寫零嘛 懂不懂我意思 不要看這樣喔 藝術類科的學生就不應該教 不應該數學嗎 他將來要不要就業 他將來要不要起太太結婚生子 然後他的兒子就來就國小的時候 爸爸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你這個也不懂 二加三五 一加一 二 這是五分之二嘛 那這樣的教育怎麼下去 所以我們規劃說 藝術科講至少要試卷試卷就是這樣 再來你就可以看 你學校的特色在哪 對不對 那是基本上的 你該給他嘛 就是這樣 但是生活上的基本資能 所以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 好 各位可以看看喔 要結合校內外的資源跟人力喔 然後要怎麼 達等學校的目標及發展特色 好 結合校內 校目大高空 沒有游泳池怎麼辦 我就要提議 提議組 要安排每一個學生 每一個學期至少要四桌上什麼 游泳 那四桌就到哪裡 隔壁的設計的游泳池 去什麼 去接 所以那個提議就安排兩節在一起 知道嗎 那時候的提議就兩節在一起 一起就可以什麼 下課學生就帶到那邊去 然後再回來 兩節才可以上到課嘛 對不對 你一節怎麼上嘛 是不是這樣 社會的資源 各位親愛的校長 教務主任 還有乃至於你的實習主任 乃至於你的總務主任 你的 你就是在為學校解決這些問題 教學交給誰 教給親愛的這些老師 課程領導重要不重要 重要 談到課程你自己校長教務主任都不懂的時候怎麼辦 當然你就會很心虛啊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下去 這個就是 然後我們的課程一定是 從規劃設計實施到什麼 評鑑回饋的 好 我在這個理念上 講了很多 可是後面理念 所以 學校不會課程的意義 各位可以看 是 以學校為體 這個各位自己去看 我就不講 你們的國問能力都比我還要強 你看 我講出來的國語 就有一點什麼 台灣隔語 對不對 但是你們 至少比我還要強 你們的國問能力應該比我強 你可以自己看 可以嗎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可以嗎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特色課程 我剛剛一直在談到特色課程 那特色課程 我們學技術教育的人 沒有寫 所有 我找片的所有的資料 你們看到都是 國中 國小寫的特色課程的 那個什麼 資料 但是我在這地方 跟各位分享一下 特色課程 我們下 10月28號 10月29號 會有一個特色課程 也是我會講的 那如果有興趣 你報名參加 今天沒有時間跟你講 特色課程講太多 那個會談到 特色課程 怎麼去規劃 今天只有學校 本規課程 但是特色課程 要帶進去 特色課程 各位自己看 是指某學校 不同於一般學校的課程 那提及某種特色 就可以想到 學校所實施的 什麼課程 學校 各位想一想 有沒有這樣子 高職的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 比如說 我們高雄的中華藝校 你看到學校就知道 他學校是以什麼 藝術什麼 情為主了 但是這不完全是什麼 特色 只是說 他是以一個情的 在台北市最典型的是哪一個 開屏餐飲學校 他就只有餐飲課一課 沒有其他課 就是餐飲課一課 然後他的學生的課程 是實施什麼 實驗課程 他的學生沒有寒暑 每一天下課就是在學校的工廠 在餐廳服務 到晚上八點九點再離開 暑假寒假都是到什麼 企業去做實習 所以提到餐飲課就是什麼 餐飲的特色就是什麼 開屏學校 各位想到了 這裡有教訓跟指援 你可以不可以讓人來想到說 談到某一項的 如果說一某一項 談到我隨便講 萬何職業學校 那一所學校的品德教育非常棒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哇那個學生中歸中極的 碰到臉就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這樣 那一個何萬高商的學校 他那個生命教育多好 學生沒有自殺的 學生怎麼樣 他對整個生命的觀點 很好 充滿的盡情 可不可以這樣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這個來講 我們高職來講 大家不會去重視這個 因為這是一般的 什麼 含量 那以前我在木柵的時候 我曾經造國 這裡沒有木柵的老師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告訴你 我在民國 九十三年 九十五年 還是九十幾年 那時候不是國科會有一個計畫嗎 對不對 我就造集八個科子人過來 木柵可不可以發展成太陽能的什麼專業信念學校 然後把八個科子人找過來 又把國文書籍英文的造集人通通找過來 敬愛的老師 請你回去想一下 你該科跟太陽能有什麼關係 可以開什麼樣的課程 這裡有沒有國文老師 沒有 國文老師跟太陽能有沒有關係 太可愛 他們都可以想出關係出來 數學跟太陽有沒有關係 他都可以想出數學 連英文都有 二十二十 那個在那種環境之下是充滿快樂的 你知道嗎 每當四點一下課 大家都是 趕快到會室 找找下場喝茶 然後我們開始討論今天的課程 那一年我們就用什麼 發展太陽能為學校的特色 向國科會申請專案教學 有沒有通過 有 後 後來我自己持悲心 我就把那些國文老師 還有社會造集人 找過來 我說 校長如果實施這 你們會不會很辛苦 當然很辛苦 我們只是不好意思 跟校長講 你今天既然問了我就跟你這樣講 那就說 那這樣 我們暫緩實施 我打電話跟國科會 講說謝謝你 感恩你 他本來撥一年五百萬到六百萬 撥五年的經費要給我 我還親自帶你的教務責任司機 指向到國科會做研究報告 通過五位教授審查 都通過 是不是學校特色 是不是 是不是 知道嗎 用你的腦筋去思維一下 好 這個底下我就不談了 你們的國務能力都比我還強 我就不談了 特色課程的特色 你看要 特殊性 學校特有的課程 價值性 還有參與性跟什麼 所謂性 這裡的參與性 在我們高次來講 如果你以科的課程特色來講 就沒辦法 全部到什麼 全校老師 知道嗎 只能在你科 所以這個就不太一樣 知道我意思嗎 可以嗎 好 好 那你想要了解特色課程 那我們就1029再見面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看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模式 這個也請各位自己看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長得好不好 要準時下課最重要 對不對 各位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打電話跟我聊 沒有關係 那 那職業學校的課程發展指資 各位來講 你學校一定有這樣的架構 很可憐喔 我跟你講我現在在台北市 你不要講說什麼 你到台灣省級去幹 國小有 國中沒有 高中沒有 高中沒有 高公有 其他的什麼 課程發展指資 我們高職的課程發展指資結構是怎麼樣 它有一個叫最高級的校務會議 再來課程發展委員會 再來課程研究小組 然後一個是各科教學研究會 那為什麼有課程研究小組 各位來講 我們的自然影域 是不是就有包括化學 物理跟什麼生物 他們要不要做統整 要不要 所以這個叫自然影域的課程研究小組 知道嗎 那你社會是不是有包括歷史地理 還有什麼等等這樣的課程公民理道德 對不對 那這一個叫做社會的什麼課程研究小組 知道嗎 那比如說來講 你現在我們木炸高空 有沒有機械琴 機械琴有幾個科 有四個科 這琴裡面要不要去做統整 資源要不要做統整 課程要做統整 所以就有一個機械琴的什麼 課程研究小組 那會找一個科組來做什麼 造極的 知道嗎 那各科教學研究會 就屬恢復到那個地方 那當之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秀的有一些資料 這個無法開啟指定的檔案 怎麼會這樣 好 沒關係 那再次我們看一下這個課程發展的流程 這裡非常重要 我必須要講一下 這裡 這裡 這裡地方我特別要跟各位談一下 整個流程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成立課程發展指資 我剛剛講 大家要去搜集資料 要做需求評估 這裡需求評估包括 然後還有我們學生的能力評估 還有你學要的教育表 這個都要去做評估 那我們現在很多人就只有做中間這一塊 做中間這一塊 旁邊這一塊跟這一塊根本都不做 整個田校課程規劃的重點就在這裡 很多人就是這樣做這一塊 你們很多的教育 學校校長帶領的大家做中間這一塊 旁邊這一塊跟那一塊根本沒做 這一塊至少要半年以上來做 好的話要一年以後去規劃 你要去了解一些 然後另外一個 你要去配合你的學校本位課程 你要去自訂規章 細則 然後做人力課程的規劃 你知道我那個人力課程規劃小組 就是教務主任 你要去調查我們學校國文科 有哪幾個人 數學什麼時候有幾個人 然後哪幾人會退休 你全部要在課程規劃委員會 向大家報告 要讓每一個老師多安心 他不會沒有課程教 知道嗎 所以你要人力誓言規劃 我那時候就教訓 你就給我附著做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 空間資源規劃 誰的責任 寵物指認 再來就是設備資源規劃 就是實習指認 我們的課程有沒有增加 就像機械型格 增加什麼 機電實習 那機電實習 那機電實習 工廠在哪裡 設備在哪裡 總務職人跟司機職人 就要去做協調 校長找經費 懂不懂 不是說我空談的 如果你今天了解 整個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歷程 那麼你就不會去怪東怪西的 設備不夠 你沒有做設備 你幹嘛要去開這個課程 你是不是畫高霧遠的一點 當然課程如果設備老舊 我們是可以太見換性的這樣 既然沒有這個課程 你幹嘛去開這個課程 你外面社會有沒有這樣的職業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之野溝通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地方會特別的去 把這個地方弄出來給各位 就是這個地方 請各位自己去注意一下 好 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工作要領 我們很快 因為時間上快結束了 收集資料 各位自己看一下 收集哪些資料 進行細細呼呼 如果各位都練過職業西亞的課 什麼叫行業分析 人家分析 比如說你機械科 未來你學生的就業 未來的發展 知道什麼樣的企業 他需要什麼樣的知識與技能 對不對 需要什麼樣的工作態度 然後學生家長也需求 我們學生進來的能力到哪裡 他的數學奧文之一加三奧文之一等於五奧文之奧 你馬上要跟他交那個微積分 有可能嗎 你開險修為技能 有可能嗎 你倒不如險修課程 開一點什麼 數學運算 二奧文之一加三奧文之一 先通分等於六奧文之五 來得什麼 時代一點 是不是 所以學生能力分析重要不重要 當然有很多老師就講說 那我要升學啊 我不敢那些 奧文之一加三奧文之一等於五奧 你讓他修學 你交微積分對他有用嗎 對不對 好 那再下來要你提各項的規章 包括這些 我就不一一跟各位介紹 然後再來看 擬定各項的規章跟細則 要擬定哪些 科目大藥等等這些 然後第六個 要做師資人力的規劃 我剛剛講過了 要去分析喔 你做學校課程規劃 尤其你下長跟教授 你不要規劃出來的課程 國文科有一個老師 沒課上的時候 我跟你講 人喔 明以時為天 他當他的煥軟沒有的時候 他就跟你拼了 對不對 眼力分析重要不重要 教授指認的角色重要不重要 所以你要去做甚至於老師的調查 我那時候覺得很可愛的時候 慕大高空那時候有160位老師 既有第二專長的有60幾位 你不要以為第二專長去教書 我們會排斥他 慕大高空有兩個 在慕大高空一個是教數學 一個教英文 一個是板經哥畢業的 師大公教系畢業的 一個不知道是社會 學課的 我告訴你 在慕大高空 教英文 教數學是一級棒的 學生是特別崇拜他 每一次國文 那個英文 競事跟數學競事 都是這檔位老師拿到的 你不要以為人家都不行 只有你學本位的才行 他之所以能拿到的 他的那個什麼 第二專長也有他 教學好不好 在於你自己有沒有用心 不是你本科 非本科的問題 打破自己的概念 打破自己腦筋的那個翻裡 所以坦白講 那時候慕大高空 膠責的很好當 因為很多人有端場 很好配客 知道嗎 好 空間規劃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設備規劃 設備資源規劃 這個已經講過了 然後接著下去 就配合這怎樣的課程 去做規劃 從課程的架構 課程的學分式 以及這樣等等 開設流程 這些各位不用擦 這個我會請那個 我們儀惠師姐 我會講師姐 不好意思 這個寫火寫太久了 就這樣 把這個資料 這裡面都有附檔 掛在網站上面 可以去抓 不過我要跟各位致歉人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資料 我有一些有更新 有一些沒有更新 有一些根本都還用95年 96年的表格 因為我96年就退休了 對不對 所以我也就懶得 因為你看我每天早上8點出門 晚上10點半才回來告訴我 其實比我當師沒有當那個什麼 當校長還要忙 不過我現在是很快樂 那你雖然他們叫我督學 坦白講 我督學的話 是機長告訴我說 哪一所學校有問題 你去看一看我才要去 不然我會懶得去 我現在就虔誠的阿彌陀佛 然後怎麼樣修身養性 希望下輩子比這輩子更好 那尤其各位敬愛的老師 你們這輩子能當老師 一定是上輩子 不知道修來多少的福氣 所以希望各位 繼續行善 那你們的下輩子一定比現在什麼更好 男生會討到好老婆 女生會嫁到什麼好丈夫 這是一定的好不好 好 那這個你們就自己去看 然後有一些檢測的總表等等 那我在這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早上這個課程 那個誰有講過 那個教授有沒有講 有喔 他數學有幾種課程 你要怎麼去修 這都要講歷史地理基礎化學 那這張節目表應該有講 那但是我在這地方 有一點規劃的原則 要跟各位講一下 你在做課程的規劃的過程之中 一定要知道 你的課程上記 一定要有時段讓它選修 不要你那個課程是選假的 那就沒有意思 所以你看我在規劃課程的時候 一定會寫奧選一 三選一有沒有 這樣去做規劃 那這樣子才比較好 然後各位另外還要注意到一個重點 學校的必修課程不要太多 因為在我們的規劃裡面 必修課程是沒有通過 一定要什麼 重補修 那重補修可以不可以 不通過 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重補修 那人家學校的必修課程 才一百學分 那寒暑假都在開什麼重補修 那你的學校開到一百四十幾 一百五十幾的話 你那個重補修 暑假寒假平常你都開不完 知道嗎 不要把自己的 教務行政搞得什麼實實的 我建議各位 你學校的必修課程 最好最好 以我個人的經驗 一百六十學分畢業 你規劃大概在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三十五左右就好 不要超過一百三十 我在木材高公眾規定他們 最好在一百三十學分以下 那一百六十學分 你如果到一百三十五 至少還有幾學分讓學生有伸收的空間 二十五嘛 對不對 這樣才叫做能力本位課程嘛 那你規劃到一百四十 木材最早規劃的時候 規劃到一百四十二 你回去自己看一下 你的課程裡面必須跟我們 如果這樣的事務都是不好的 你那個整個教務 尤其助作組會很辛苦 教學組會很辛苦 我在木材高公的時候 有兩個時段是前部前校選修課程 禮拜三跟禮拜的下午 通通都是安排三類課目 所以學生都可以自由選修 知道我的意思嗎 還可以跨科選修 跨型選修 我練電機科的學生 我不想考電機科不可以 我想考工業管理 可以不可以 工業管理的考試科目 是什麼科目 那個時段你就去修 我練機械科的學生 我不想考機械科不可以 我想考設計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我有開高二跟高三裡面 就有這樣的時段讓你去跨足選修 知道嗎 這個精神要做出來 但是 如果你學上是單情單科 那就 有藍野 這個叫無解 知道嗎 但是也可以 也稍微有一點這樣的一個精神出來 知道我意思嗎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就不再跟各位 但裡面的那些你們自行去看 好不好 那有一些表格呢 我會放在請我們儀慧小姐 把它掛在什麼網站 好不好 你們可以去看 那如果你真正遭遇到問題的時候 那如果你真正遭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上去到一班 一班科目做 學校品會課程規劃的時候 最後回來 幾乎我超多月兩個禮拜都在回答問題 他們就用Mare跟我談 那有的就打電話談 那我的電話可以給你們 我家裡的電話是02-2325-0207 這是台北的 那如果你要打的話 禮拜一到禮拜四 你要晚上10點以後才找得到我 白天也找不到我 這是我家裡的電話 那你如果有緊急 你就打那個什麼大哥大 大哥大一般來講 我如果看到你我會回酷 如果我正在開會 我沒有結我會回酷給你 回酷的時候 希望你就跟我報告一下 你是我們某一所學校的 某一個老師參加什麼 有什麼問題我們要商討 不敢講說請教好不好 那我盡有可能 我所知道我會協助你 然後給你一個不敢講說圓滿 據我所知道的跟各位做一個答覆 這樣可以嗎 那我的大哥大是0919-229-938 0919-229-938 拜託如果我跟你接電話 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你是哪一所學校的什麼樣的老師 有什麼不要說 因為常常會接到那個大哥好久不見了 那個真的是不好 好不好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佔用了各位時間 請各位見讓 下午我還會在這張陪你們 那你們有問題 可以找我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會自己看書 好不好 我會陪到各位四點 反正今天已經是把所有的課程 所有的時段全部喬光 就是以這裡為主 好不好 謝謝感恩大家 各位長官及各位教育先生大家好 那我是現在是兼群科中心的兼辦 那我不是教主任 那教主任是我們康主任 那我是兼辦的 我現在當資訊科科主任 那我兼群科中心 所以就是群科中心的承辦 由我來負責這樣子 所以今天跟大家來報告 有關群科中心它在於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實務紀念上 從最剛開始的九九課綱 提出來之後呢 他幫所有的電機電子群 提了哪些課程規劃 那然後接下來我會講到有關 我們以我們群科中心學校的 這個國立台灣高工的學校的 本位課程的架構 提出來給大家看 那最後以我們科的特色課程部分 這是我們在後來最近要精進的 特色課程部分 那再給大家做一點介紹 那最後是結論的部分 那首先群科中心它電機電子群 總共有五個科 那包含資訊電子電機控制跟冷凍 有這五科 當然還有航空電子 那航空電子現在也慢慢 航空電子其實也是屬於 在我們的群科中心裡面 只是它跟我們會比較有一點點落差 那我們的群科中心本身有這五個科別 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我們本身在規劃課程的情況之下 以群的共同核心的專業能力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要都是主於專業 所以一般課程部分我們就沒有提到 那我們針對我們的群的專業能力 那專業能力有哪些 以我們的電機電子群來講 第一個它必須要有電學觀念跟電路裝備 分析設計跟應用的能力 這是它群共同核心的專業能力 第二個它必須要有具備因應計算機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它必須要基本的工具使用 還有儀器跟設備的使用能力 這是我們的第三個 第四個我們具備保養維修電機電子儀器跟相關設備的能力 這是我們的群共同核心能力 再來還有要能夠查閱專業的使用手冊 還有認識接線圖跟電路的能力 再來要有了解專業法規的能力 再來必須具備維護工作安全跟環境衛生的能力 所以總共這些是我們的共同核心專業能力 那有這些能力之後呢 還有一個叫了解產業發展概況 這也是我們在專業課程部分需要知道的 那麼在群合共同科目規劃部分呢 我們就根據我們的群的核心能力 總共規劃了幾個課程 第一個包含專題製作實習 雖然它是校定必修 但是本身它還是有屬於我們自己這個專業類群的專業製作 專題製作 那專題製作就屬於資訊電子 航空電子 控制電機跟冷凍所必須共同休息的課程 再來還有電工機線 開這電工機線 這裡的對照表裡面 不是每一個科都一定要修到開的這些對照表 那也就是說我們提供給所有的電機電子群參考 就是說我們有開這些共同核心科目部分 建議他們可以列在比如說專業的校定必修裡面 當作我們的所有的群科的共同核心 那所以電工機線 比如說我們就建議控制電機冷凍 它可以選當作它的必修 那微處理機像資訊電子控制電機 我們就建議它 它可以把這個當作共同的必修 那微處理機實習也是屬於資訊電子控制電機 那冷凍就沒有 因為冷凍跟微處理機這塊就落差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它 一定要加入這個當作我們的課程規劃 再來還有電子電路 那電子電路是我們五個群 五個科都必須要有的 這包含資訊電子控制電機跟冷凍 那電子電路實寫是 所以這裡面的規劃表裡面 不會是每一個科都要適用這個群裡面的每一個科目 而是說我們規劃上這些基本的 然後以屬性來做分類 那麼會建議他們來做 那這個本身不是強制啦 也就是說我們幫所有的電機電子群的科別 來設立這樣的一個標準 希望他們可以有這樣子的概念 可以加入這些科目 就當作是群科的共同必修部分 那第二個還有設計的包含工業電子 工業電子實習還有可程式控制 可程式控制實習 那就有控制殼跟電機殼 因為它這個是屬於配偶系的部分 那晶片設計 單晶片控制實習 我們就規劃給資訊電子控制跟電機 那冷凍部分都沒有 那因為冷凍它相對的規劃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幫他規劃了商用的冷凍實習跟空調實習 專門給冷凍科 那這裡總共我們幫他規劃了30學分 必修的類似像 希望給大家看到的是必修30學分 就是希望校定部分大家可以遵照這樣子 那這樣子整個群的專業核心部分就會比較接近 然後我們說說帶領學生出來的那個差別落差就不會那麼大 那相對它以後跨領域部分就會比較好調整 所以這是我們全共同核心部分 那麼群科的參考選修 選修這個是我們有那時候在做選修的時候有幫他設定一個 比如說校定選修以前在做學校本位的時候 或者是要規劃校定科目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說要規劃什麼東西 那所以群科它有預先幫大家規劃那個校定選修參考科目 那麼包含第一個資訊科我們幫他規劃30學分 30學分的校定科目 也就是說全國如果是資訊科你可以參考 像這樣的資訊科它有哪些校定參考是可以開的 我們預先群科中心幫他規劃一下這個 再來我們的電子科我們把它規劃36學分 然後控制科規劃24學分 然後這個冷凍空調科我們規劃30學分 另外我們在電積科規劃16學分 那這些學分數都是由群科召集各個科的委員 再來做訂定的 那麼我們針對這些學分數有把它訂課程鋼藥 不是給他科目而已連剛要有幫他訂 但這只給各校參考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資訊科有這樣的校定科目幫你規劃 電機科有冷凍科有控制科電子科全部都有幫你規劃 那你可以參考這些科目自己再去訂自己學校本位的校定選修部分 那麼這裡面有資訊科部分就這樣子 資訊科部分有幫你規劃 比如說你可以安排電腦網路3學分規劃在3項 電腦網路實習3學分規劃在3項 那然後微電腦結構3學分規劃在3項 介面技術實習3學分規劃在3項 程式語言實習1 2規劃成6學分 放在2上跟2下的地方 另外我們規劃一個資訊技術 一樣放在1上跟1下的地方6學分 那電子電路有3學分規劃在3上 電子電路實習有3學分規劃在3上 那這一個是屬於校定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針對全國的資訊科有提供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自己可以參考那內容 那這裡面有寫到的就把課程綱要全部把它填列上去 那大家就可以download來下載來參考使用 那如果針對我們的電機科就有規劃自16學分 包含工業配電、工業配線、可程式控制、單晶片控制 那這些部分都是針對他們那個科的屬性來做規劃的 所以一樣學期部分我們規劃到底是一年級、二年級還是三年級 有考慮到課程先接的問題 比如說他那一門課是不是一年級就適合修 還是二年級適合修還是三年級適合修 我們有幫他做這樣的一個調整跟規劃 再來在這個冷凍空調科部分 我們就幫他規劃成冷凍實習、空調實習、冷凍空調原理 還有冷凍空調工程、配管跟製圖還有電器實習 一樣從一到三年級把它規劃三十學分 供他們參考他們自己再去訂定自己的學校本位課程的選修部分 這是群科中心幫忙他們來做這一塊 另外我們還有做這個控制科 控制科就有二次學分 包含自動控制一、二、三跟四 包含電工實習的一、二還有機電整合 所以你看到科目內容其實會跟每一個科的屬性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他出來的內容其實不會互相重疊 所以他有獨立他的科的特色這個上面來規劃 另外在這個電子科部分我們有幫他規劃三十六學分 三十六學分你可以發現他比如說工業電子、電子儀表、通信、感測、介面、處理機 有些部分在別的科一定都不會發、就不會出現的 所以這個是專門為電子科部分規劃的 那一樣他們的課程部分規劃到二下跟三上 那這些課程你說為什麼一定會在二下或在三上參考建議 因為牽涉到課程銜接的問題 所以這些開設課程裡面其實已經有跟委員討論過 為什麼他一定要放在二下、為什麼他要放在三上 為什麼不能放在以上或一下 那這些屬於專業領域部分有些在以上一下是沒有辦法教學的 所以才會把它往後放 那這是全科中心幫五個科來定義這些概念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在校定的科目上面 有一個比較清楚淪厚的規劃 那如果以我們的台湾高工的類群來講 我們台湾高工的群科架構部分 我們學校本位裡面我們其實總共有六個群 包含機械、動力機械、還有電機電子群、化工、土木建築跟設計 所以總共我們有這麼多 那這樣的架構之下我們現在只針對我們電機電子群那一塊來看 也就是說從他的一般科目的規劃一直到校定必修以及校定選修部分 來給大家了解一下 以群科中心學校的概念的架構來帶領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課程規劃的特色 這個課程規劃的特色比如說 為什麼叫著重人文教育跟創意思考教育 以學校社團及義工制度的實施培養學生愛校做事實現全人教育的影響 這個概念是以學校的整體觀念來看的 比如說我給各位看一下就是說 以我們的學校我們有課程發展委員會 那最後的課程一定要通過校律會議 那我們的課程架構上是這樣子做的 也就是說剛開始部分會有所謂的做分析 也就是說你要針對你們學校部分來做分析 分析之後你才能知道 比如說我們學校的群科 我們學校的群科別班級數學生數有多少 群裡面包含哪些科別 像我們電機電子群就掛在這裡 我們有電機電子資訊控制冷凍 所以大概電機電子群裡面的學校我們大概都有的 那我們有多少班級人數是多少 那完了之後呢 那你就會針對你們學校做學校背景分析 所以你就會分析比如說現在學校的規模是多少 它的優勢是什麼 劣勢是什麼 然後你的校舍空間 教學設備 教學師資 然後以及所謂的行政就業職場 就業職場部分也是規劃的 比如說我們比較靠近台中科學園區 那我們的就業部分應該採用哪些 那產學合作 那我們的劣勢是什麼 那麼另外還有地方資源 比如說我們在台中市南區地方的話 或者台中市這一塊我們地方資源有哪些 優勢是什麼 劣勢是什麼 然後學生的數值 比如說學生他們的資質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學校學生的資質 他們考進來的程度會比較高 那我們應該怎樣去做課程規劃 也有分析在這裡面 這是SWOP的部分 然後以及學校的特色 比如說我們學校的優勢是做什麼 那希望達到的目標 也就是說那裡面其實主要概念 就著重在學校特色那一塊 就是我們的學校目標 然後來設計課程內容 那還有家長參與跟校友資源的部分 因為我們校友資源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針對校友資源的優勢跟劣勢部分 來做分析 接著還有所謂的外部因素 比如說地理區域地方資源 社會參與跟家庭背景 還有招生跟升學的情形 然後還有區域產業跟社會發展 來做外部因素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發現 學校它發展的願景跟策略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會把策略跟願景 當作我們其實在課程規劃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麼還有短期目標 中程的目標 還有長程目標應該做什麼 這是我們還有學校它的發展策略 所以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去做課程規劃 所以課程規劃裡面就講 我們的規劃理念跟原則包含哪些 那配合上面所講的優勢劣勢 以及我們的短期中程跟長程的目標 然後來設置 那我們的規劃特色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針對的是什麼項目 那注重是不是注重教室專業發展 還有我們其實是希望每個孩子 都有能夠均衡的發展 也不要有落後的情形 那麼另外我們著重的是哪些 以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情況之下 來做課程規劃 所以這裡面的 剛才所看到這裡面的概念就是在講 為什麼會有課程規劃特色 原因就在於 從學校原本的優劣式分析 一直到現在 然後把它達成我們現在的課程規劃的特色 比如第二個 一個主動教室專業的培養 以及秉持英才施教的學活動 那還有加強資訊電腦教學跟語文教育的那一塊 那個是我們為了要因應未來科技跟國際接軌所做的課程規劃 那再來還有第四個就是著重理論跟實際並重的教學 這個是我們課程規劃 那還有發展發揮特殊教育的功能 因為我們也有特殊教育的學生 所以我們希望那一塊也是主動在我們的整個課程規劃架構上面 在第七個就是結合社區資源加強學校資源共享 也就是社區概念的結合 以及學生職場能力的培養還有證照制度的落實 這個是以整個學校當作課程架構規劃 那這樣的架構規劃之後呢 我們學校本身是發展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由電機電子群 我這個只是說小話 說小話比如說我們有分科的教學研究會 那教學研究會裡面的電機科教學研究會 電子科教學研究會資訊控制冷凍 五個科的教學研究會討論完畢之後 做初步專業課程規劃之後 那提升到電機電子群科的 提升到這個電機電子群科的課程研究會來做規劃 接著才會進程到課程發展委員會 最後才提到校務會議 所以之前這裡面有一個架構上面看的就是這個 我們最高的是我們的校務會議跟校務發展委員會 接下來才會有課程發展委員會 接下來會有各群的教學研究會 底下才會有課的教學研究會跟科務會議 那這樣的一體架構來達成我們學校課程本身的規劃 所以這是一個組織架構圖 我們電機電子就掛在其中一塊上面 來做課程規劃 那它當然還包含了一般科目課程的教學研究會 所以它不會只有專業課程部分 那共同課的部分也是需要納入到這個裡面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是主於特殊教育的 所以是主於綜合科的研究小組 所以這是我們的課程架構 那規劃上的流程就這樣子 它必須最大的架構上面是 從課程發展委會是最大架構 然後它會做資料收集 包含配套規章教育目標跟設備需求評估 那在這些評估下面之外 我們就從99學年度的課程 暫行行動綱要實施宣導 然後我們就研定一般科目跟各群科的教育目標 那也就是說其實上次從上面一直做到底下 然後再去分別召開 比如說一般科目獨立的發展 再到另外一般的各群科的發展 然後再去擬定一般科目的學分數 跟各群科的學分數 最後才達成召開 全校總體第一次規劃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然後再去修正 修正完畢之後 最後 因為修正要很多次 修正了很多次之後 最後才會又回到 最後才會達到我們的 總體課程計畫跟提教學員就會來審議 那最後才會提到校會 這是整個我們在做學校本位課程的時候 從學校整個架構上面的 從開始到最後形成一個課程 剛要所有的細節內容跟步驟 那麼 所以我們有這個架構之後 我們就會按照這樣的時程來做 那麼我們科 我們現在以電機電子群來介紹 那麼我們會依據比如說電機科 電機科他會依照電機科的科教育目標 這是以電機科的科教育目標 比如說他們是培養電機行業的 那培養電機技術相關實務工作 那麼他們是傳授電機行業的基本專業知識 還有電機行業進修能力 還有他的能夠達到終身學習 你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 這是以電機科的科教育目標 那電子科本身有電子科 他是屬於電子技術 電子技術的專業能力 還有他的實務工作 還有他要能夠具有基礎 數理語文能力跟專業智能 電電中身學習的發展 那還有人文涵養的部分 這是電子科 那也就是說個車在做的時候 其實他有涵蓋到科的教育目標來做規劃 那資訊科呢 資訊科他培養資訊產業 還有資訊技術 還要能夠安裝操作測試 維護檢修各種資訊系統跟資訊設備 那還有職業方面的道德 跟自我發展創造思考跟適應變遷的能力 那一樣培養繼續進修的能力 那冷凍科呢 他基本上就是傳授冷凍空調技術的基本智能 訓練冷凍空調技術的基本技能 那培育冷凍空調相關實作工作 跟養成良好工作習慣 這個也是這是冷凍科的 那最後一個我們是控制科 控制科一樣培養控制技術 控制的實務能力 還有基礎的數理跟語文能力 還有能夠終身學習 還有具備人文涵養部分 那依據在這個科教育目標裡面 去規劃科裡面的專業選修課程 那麼這個是我們學校裡面電機科 因為我們電機電子群 所以電機科部分 我們布定規劃一般科目是70學分 專業課程是18學分 然後實體課程是12學分 所以其實布定規劃了100學分 那如果說以192來講 有12學分是屬於校定必修跟校定選修 那電機科部分的校定必修 它規劃一般科目只有規劃12學分 那專業課程規劃12學分 然後實體課程規劃8學分 所以有32學分是屬於校定必修 所以大概是在接近132學分 那實際上的所有選修幾學分 總共我們規劃了60學分 比如一般科目有26學分 專業科目規劃了4學分 然後實體科目規劃了30學分 那所以這裡面總共有60學分的校定選修部分 那實際上會比較多 因為還有多開的一些學分 是做交替選修用的 所以實際看起來會比原來這些還要再多 所以這個是以電機科為例 那規劃部分不能變 校定的一般科目也是固定的 比如校定12學分 在這12學分就固定了 校定選修的26 等一下看應該也都是固定的 因為校定的一般科目部分 我們就是把校定的一般科目的必修跟學修定好之後 其他的依照各科的屬性 自己去定這個校定必修裡面的專業跟實習部分 所以有這個規劃 那接下來這個是屬於電子科的 所以你會發現一般科目都是一樣 108學分 電子科一般科目是108學分 那電子科的必修專業科目就是理論科目 他比較少他就30學分 實習科目就60學分 所以他在校定必修只有21 所以只開到121 那選修部分他就會達到 包含一般科目是26 那專業包含16學分的理論 29學分的實習 所以他原則上就開了71學分的選修課等 在校定部分 所以彈性空間會比較大 來因應學生他們的能力 跟我們的專業發展來需求來做調整 那這個是資訊科 所以每一個科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資訊科 校定必修專業就是9學分 實習也是9學分 但我們校定選修 我們專業是10學分 我們的實習是26 所以總共我們的校定選修有62學分 所以我們開130學分的必修部分 包含部定 那我們選修就是62 所以這是我們的資訊科部分 那麼控制科部分 一樣他規劃六學分的必修 那12學分的實習 所以他有30學分是專業的 30學分是校定必修的 那校定選修部分專業開六學分 那實習科目開的30學分 總共有62學分 所以我們校定本身就開62學分 所以每個科大概就是在130左右的是固定必修的 那其他的選修部分 就開到60到70 另外我們冷凍空調科就是一樣 專業部分就是開60學分必修 實習開11學分 那麼選修部分專業開60學分 實習開31 那你會發現 為什麼每個科的理論跟實習不一樣 那由各科的教學你就會根據各科的屬性 來看一下你到底要屬於開哪一些部分 是比較配合你們的發展 所以你會發現有的人開6 有的人開9 有的人開10 那有的人實習開到31 有的人開20幾 那就看各科的屬性部分來決定 然後 這是控制科的部分 控制科的部分就開60學分跟30 這是他們專業是6學分 然後實習是30學分 所以總共是62學分 這個是有關選修的部分 那麼課程名稱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在我們學校裡面一般科目裡面有這些 這個是校定課程的部分 這裡是校定必修 校定必修12學分 但是選修40 可是跟剛才那個好像不太配合 剛才那裡面才26 因為它包含可以調整選修 比如說我們規劃這一次可能是上某一個科目 下一學年度的學生因程度不一樣 再調整到其他科目去上 但原則上會開的比較多 所以你看選修部分會到40 不會是原來上面講的26 會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那這屬於必修 必修12學分選修40 那開設課程內容包含這些 比如說他開的數學3 4 5 6 那你說為什麼數學開了這麼多 沒有辦法 因為高翁他升學壓力比較大 所以每一個人需要的發展程度比較強一點 但是又怕我們共同科目的基礎不太扣 那所以在工業類科的我們上面 我們的共同科目基本要求還是要 那原則上每一個國因素大概都配到四學分 原則上是這樣子配 就是說他修下來裡面一年 一個學年一年級大概都是四學分 比較多是這樣子的 所以但是因為數學在校定 在部定必修裡面就比較少 所以只好加在校定必修裡面 所以會比較多的是十四學分 那英文基礎就在分 包含基礎英文閱讀四學分 那文法跟修辭 然後國學進階英文 國語文文學概論 還有國語文資訊應用 包含生活會話 這樣合起來總共是四十學分 包含十二跟四十合起來的正學分數 這總共就包含十二的必修 跟四十的選修 當作我們一般校定課程科目的規劃 那麼如果以我們的專業課程 扣除那些之後 專業課程裡面的電機科 它必修是十二選修是二十 那這個必修十二裡面就包含這些 包含數位邏輯 數位邏輯進階電路學電子電路 這些是屬於理論專業課程 專業科目屬於理論的部分 所以理論部分它開了必修十二選修二十 所以課程科目上面是這樣子 那麼實習科目就更多了 實習科目必修只有八 但選修是六十 六十包含可以調整選修的科目 所以會有發現包含 還有後面的汽油壓控制 電子電力 家電檢修 電腦網路跟工業電子選 還有程式員 那這些是彈性做選修科目 所以來做調整 會開到六十學分 那每一科屬性不一樣 是電子科 它的專業科目必修就三 但它選修就三十六 選修合起來三十六 所以合起來的科目內容就變這樣 所以比如說它所有邏輯進階是必修 那另外它還有開電子電路 基礎電路學 數位系統 專業英文 電工機械跟微處理機 那這個部分會跟電機科不一樣 你會發現為什麼它跟電機科不一樣 因為電機科是針對電機科本身的課程規劃 但電子科本身是針對電子科 所以針對每一個科的不同屬性 以及要發展的方向有一點點落差 那提供自己的科裡面實務的規劃 那這個是電子科的實習科目 實習科目 專題兼入式基礎電子實習 還有電路模擬程式語言專題擔心 那這些科目內容 其實上跟電機科就是有落差 必修六學分選修五十九 選修五十九 那資訊科部分 我們的必修是九學分 包含這個 那選修有二十二 這是我們開的課程規劃 那選修部分也一定會比較多 然後會做彈性調整 比如說我們認為它專業英文能力太低 那我們會把專業英文科目 這個電子儀表量測跟專業英文這兩塊 實際上是選修的 那我們會讓它調整到我們的課程內容裡面去 那包含電子儀表跟專業英文 那我們認為 那有些專業 未來在生學發展上面有需要比較弱的 所以我們就會加到這個上面去 那實習科目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必修有九學分 前面這三科是必修 那後面的三十五分是選修 我們會彈性調整到選修課程內容上面去 讓他們來使用 這一個是有關資訊科的部分 那控制科也是專業科目有六學分是必修 那選修十八 那比較多的必修是盡量是規劃相同的 比如這個類群比較一樣的 就規劃在必修裡面 那這個類群其實跟這個科跟另外一科不太一樣的 就規劃到選修裡面去 所以我們的必修的大概部分都是會比較接近比較像的 那選修部分大概都是 比較符合這一個科裡面的發展特色裡面所做的規劃 那這個是控制的必修就十二 那選修就四十二 所以你看他的專題他的自動控制就是他的必修 因為自動控制是他們控制科的主力方向 那他要做的這個就會規劃比較在必修上面 那其他的比較屬於他們課程課程內容的 他們就把他規劃在選修課程身分去 所以他規劃四十二學分 冷凍也是他的專業是規劃六學分 選修是規劃十九 那麼冷凍空調科他十幾科目是規劃十一學分 那他的選修規劃三十七 那這個部分是冷凍空調科 他會把他的冷凍部分的專業發展出來 那我以上講的是我們科裡面的概念 那給各位看來就是說 當初我們群科他本身在課程規劃上面 有針對共同科目的部分 針對共同核心科目部分 幫他做科目課程綱要 那這個部分是希望 因為他一定要修 那所以他就幫他訂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裡面 像專題製作實習 這是必修 但是是校定必修 那校定必修當初他並沒有訂課程綱要 那由各科再去訂 但是各科再訂 這樣子的話會有點落差 所以群科就提供服務幫大家 把專題製作實習的這一個科目 概要把它訂出來 那所以他就會訂了 比如說專題製作實習裡面 應該要做什麼 他的教學目標 他是屬於什麼屬性 哪些科可以選修 那麼他應該要先修什麼科目 那把課程綱要訂出來 那他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然後另外就再去訂定 各個單元主題 還有他要收集的資料內容 幫他訂專題製作的教學綱要 那這個是共同核心部分 我們幫他訂 那還有會訂 比如說電工機械 剛才我們在30學分裡面有列表 那30分裡面有列表裡面就會訂 比如說電工機械實習 他會把建議 希望在第二學年的第二學期開設 那他的主職 他的科目 他的專業屬性 那麼他的開課必要 到底是必修還選修 那這個因為是提供 會有訂說到底是必修還選修 因為提供給所有五科 比如說我這個訂了之後 是提供給五科 電器電子群的五科 那你自己拿來之後 再去修訂成你基本需要使用的 那比如說你這個學分數是多少 你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那麼你的課程內容 因為這個是屬於校訂的部分 所以當初不訂沒有訂 那所以群科他就發起委員會 來幫大家做這個內容 所以這個會有 比如直流發電機 直流電動機的實驗 那另外還有訂 比如說像微處理機 那微處理機應該是哪些科來上 他會把類別 模組科別適合是哪些的 把它訂到裡面去 所以這裡就沒有冷凍 因為冷凍比較不適合微處理機 那所以他就不會把它 刮在這個試用科別裡面 那麼校訂必修選修 由各校決定 但是他把它做出 相同共同使用的模組 那學分數是幾學分 那麼他的先修必須要是什麼 因為這個本來應該是各校 要制定的課程綱要 但是群科他幫大家去做這塊的模組 那還有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還有我們的單元主題的內容 把它訂出來 還有所謂的課後部分 教學重點應該是什麼 那應該他的 他的教學編撰方法 評量教學資源跟配偶事項 那麼再來 為處理機十幾部分 我們有訂 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群科的三十學分 就是幫大家訂 幫所有的學校訂這個 那大家就可以有參考依據 連中英文 當初的中英文名稱 都有去看過對照過修正層 比較符合原來 在訂不訂科目的時候的那些內容 所以原則上他這些應該都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也是 所以這總共的課程綱要部分 就會這樣訂 這樣子來做 這個是屬於全科中心幫所有的五個科 所做的一個共同核心科目 那另外 校訂選修 因為我們有幫大家做校訂選修 所以同樣的校訂選修的科目參考教學綱要也有寫 比如說冷凍空寮科的冷凍實習 一樣他還是有定的教學綱要 比如說他到底是哪一學年 第幾學期可以上 讓他的教學目標 讓他適合的科別 然後他的教學目標內容 教材大綱 其實這個都有做 然後另外還有 這是冷凍科 另外還有空調實習也有做 比如說他空調教學目標是什麼 他應該去做 那這些當工作是很辛苦請委員 他們一起來幫忙規劃的 那另外還有冷凍空調原理 那這裡面的就是所有的校訂選修 剛才有列到的幫大家去認為說 你應該是用哪一個科目 那你可以他會建議你做 那你可以把它納入到你的 課程規劃裡面去 然後冷凍空調工程一二 那所以所有的科別 他額外有幫大家去做課程綱要的設定部分 這一個 比如說配管跟制圖 那後面還有各科的 比如說他還有所謂的控制科的自動控制 那就把它分科的課程綱要都把它列好 這是以校訂選修部分 有幫忙群歌中心有幫忙協助來完成的 那麼這個是我們的部分 那我們學校部分 除了這個之外 你學校訂了之後 學校自己要再去訂 每個科目部分 其實比如說冷凍科 以電極電子群來講 冷凍科 因為他的一般能力是什麼 他需要的專業能力是什麼 所以他就相對訂了某一個科目 那冷凍科也是 冷凍科的為什麼要開邏輯實習 相對他根據他一般能力需要什麼 他的專業能力需要什麼 然後他去把它提出來 然後就相對應的找出他的相對對應科目 那以及他為什麼要開電腦應用實習 為什麼他要開數位邏輯實習 那相對的會針對每一個科別 他針對他自己的一般跟專業能力 來對應他到底要開什麼科目 然後給他幾學分 來做這樣的規劃 這是這個是以所謂的 學校的整體架構概念上面 所開出來的對應的部分 那當然你開出來的部分 如果群科沒有提供 那你額外就必須要去選 比如說像這個是電子科 電子科比如一般科目的規劃上 就這樣一般專業是幾學分 實習幾學分 其他的大部分都在這裡 所以必修部分只有21 但是大部分都在選修 選修科目部分都在這裡 選修可以達到71 那包含你可以提供給人家選的科目內容 都掛在這裡 所以這裡有這麼多的共同科目 就包含有提供選修科目的部分 那這個是屬於專業部分 這都是實習課程內容 那這個是屬於資訊科部分 一樣的 上面一般科目架構不會變 這是布定的 布定裡面的必修 一般科目的必修 專業科目必修 還有專業實習的必修 這都是布定的 所以像一般是7 布定是70 那我們專業是15 實習是15 這是布定的 所以布定是定100 那100之後呢 這也是我們選修的 選修裡面我們資訊科 必修科目就開30學分 但是我們的選修科目開62學分 合起來就是92學分 來提供給學生 來做有關他本身的校定科目部分 這是以我們學校的概念 來做這一塊 那麼 我們的另外有一塊我要講的就是 之前講的這個是屬於 群科中心幫所有的群科學校的 科別所設計的 另外我們以群科中心學校的概念來講 我們自己的學校本位架構內容 那我們 我在針對我們科的部分 再細一點我們科的部分的特診 特診規劃 那我們現在朝的是這個 好這個是我們機器人的部分 那麼我們針對機器人的部分 再找出一個更具資訊科特色 你說人家都說職業學校 資訊科沒有特色嗎 有啊資訊科他教的跟人家不一樣 資訊科他教程式設計 他教了微處理機 教了晶片控制 那資訊科他沒有特色嗎 其實有 那有了變成是不是大家都好像是一樣的 那大家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那要再走出另外一條路 這條路是別人可能沒有發展那麼好 但是我們其實發展是比較有特色的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的資訊科特色課程目標 目標再更細一點 比如說我要扎根在這個 智慧型機器人的核心控制技術上面 還有智慧型機器人實物整合技術上面 那除了本來有的升學跟就業需求 還有課程的銜接跟規劃 還有強化務實自用課程之外 那扎根在某一個特殊的領域上面的課程去做規劃 另外培養他取得症狀 所以我們現在的比較細節部分 是針對資訊科 再更深入到某一個領域上面做培養做技術產業 但是因為智慧型機器人沒有辦法說 交了機器人之後 他就可以直接到產業上去就業 那所以他原則上是培養底層控制技術 那希望他在往上升學之後 能夠可以達到量軌的這個精神 不會希望說你做好了你學會了機器人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到工業區去工作做這一塊 那大部分現在的機器人概念應該都是 那屬於機器手背的控制部分那一塊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的是希望 他未來產業發展上是比較好 比如說於我們的特色來講 我們的學生一定是在電子行業就業包含 鴻達、鴻海、然後有達、奇美 像這種電子產業 那我們會希望他這個一定要有工程師等級 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們在課程上面的規劃 就包含升學跟這個基礎技術上面的扎根 這兩塊一起做 所以我們課程規劃上面會有這個的差異 那麼在這樣的架構之下 他不可能高子畢業之後就去插零件做電子產業 那所以我們就希望他有這兩個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會規劃更細節一點點 比如說他希望他發展智慧型機器人的技術教學主題 還有升學發展潛能教學主題 這叫雙主軸特色課程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他的概念上 上去之後能夠達到這兩塊 那這兩塊的課程裡面 我們會安排循序漸進的雙主軸課程 那安排從高一到高三的一貫課程設計跟學習歷程 從基礎到深化 從基礎的概念到深化 一直從基本知識到專業理論學習 然後達到課程設計 所以後來我們設計部分就包含 智慧型機器人的技術教學主題課程 跟升學發展潛能的教學主題課程 但是這個是在這個科裡面的學生都必須要學的 不會是只有偏一而已 會是兩軌制的 那麼這兩軌制的課程裡面包含 比如說我怎麼樣做到智慧型機器人的教學主題課程 第一個我要扎跟它的基礎技術 所以會從除了語言教學 怎麼樣寫程式控制那一塊開始 一直到它電的觀念跟它的專業語部分都要融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就強化它的控制技術 那控制技術裡面包含什麼 比如它需要一些感測能力的控制 它需要學一些電子電路 所以電子學電路學 那還要一些英文 還要一個邏輯觀念等概念加到這裡面 第三個我們就會建構它整合技術的部分 那整合技術部分包含 它把所有的學道的專業跟實習課程的各個物件來做結合 所以高三的部分我們就 把這個建構智慧型機器人整合技術 所以從基礎然後再來加強一直到整合觀念 設計一個能夠有符合智慧型機器人技術的特色課程規劃 那麼升學發展部分我們會針對它升學發展 因為未來上科大所以升學發展科目也要規劃 那當然它的規劃不會只有在於專業科目的部分 所以它必須要搭配國文英文跟數學 還有所謂的專業科目的課程部分來做規劃 所以一年級就建構基礎科目 二年級強化發展部分 三年級就金手 所以我們會幫它做這一貫的課程體系的規劃 然後會幫他們安排 然後幫他們做銜接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課程架構 比如說假設我們要做這樣的課程 一般科目有哪些就這些 12學分的必修 40學分的選修 這是一般特色課程上面的一個規劃 然後再來 所以有包含數學 英文 國文部分 著重在這個地方 然後專業課程部分 這個就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要有專業技術部分 所以會有 跟之前再跳脫一點點的 就是必修90學分選修22 包含會有智慧型機器人技術理論 次學分 理論部分 整合性機構的控制電路 這會給它三學分 晶片結構的控制是三學分 還有專用儀表跟專業英文 那當然這裡的專業英文 就是針對我們那一個要發展的課程 當作一個標準 然後 實習部分 就針對 因為它要有實務經驗 所以實習部分包含感測技術實習 那機器人的程式語言控制 遠端網路控制實習 還有微電腦晶片 介面控制技術 還有整合性機構控制設計實習 還有周邊電路控制 跟機構控制電路檢測 還有物件導向應用實習 那這些就是為了搭配 原來的特色課程部分 就是說希望在資訊科裡面 再找一個比較屬於資訊科 本位特色裡面的內容 所設計出來的課程內容 這個是實習科目的部分 所以我們必修九學分 選修三十五 那麼我們其實一直架構以來 我們都採用滾動式的課程架構 我們希望它會從分析 規劃 再建立課程特色 從分析 就是說你要達到一個完整的學校本位 你必須從分析規劃 建立課程特色 然後執行 檢討 改進 再分析 那也就從這樣的一個架構 才有辦法一直去調整 否則你會發現第一個 你現在學生程度 跟你未來免試入學的學生程度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結果 沒有辦法用相同課程 課程綱要 一直沿用到未來的學生教學特色上面 所以我們就採一貫的尋廣課程 那分析規劃之後 比如說現在的學生教出來的效果怎麼樣 那麼我們會再去檢討 改進再修正 那應該用什麼方向來做執行 達到我們要的要求 達到比較完整的學校本位課程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那麼結論上就是我們希望 學校本位課程要達成 第一個 大家要有一定的認知 認知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你沒有認知 要達到學校本位課程是有困難 那麼其實要符合大家的 符合大家的期望跟期待 那也就是說應該要建立 共同符合的期望期待 然後必須要所有的人都能夠支持 然後建立出學校本位課程裡面的 比較有特色的 那真正的才能夠達到學校本位課程 那因為學校本位課程還是要建構到不一樣的地方上面去 否則我們之前看到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資訊科 現在群科幫大家規劃的 只是針對共同的部分 那規劃之後 所有資訊科都上程式員 都上單金 都上專體製作 那全國資訊科都一樣的 那這樣子好像會有一點點的落差 跟學校本位好像有一點落差 那你必須要變成在學校的一個願景架構上面 再去建構出你比較屬於自己的特色部分 那所以才會架構出 比較符合學校在建立學校本位課程上面的一個概要 所以我會比較認為說 應該要有這樣的概念 才能夠達到學校本位課程的一個規劃 好 那這是我們群科中心 那電器電子群科中心 它實際上就是 它有一個功能是先幫大家做初期規劃 概要的部分 但是提供的校定選修還是屬於彈性 希望各個學校能夠依據自己的彈性去調整 那只是全科中心它會幫大家服務做一點點 比如說 校定的課程鋼要 選修課程鋼要 那只是建議 那最後的還是要看各群 各學校的各科裡面 怎麼樣去建構 屬於自己的課程架構 那醫學校特色跟科裡面的互相銜接溝通 所達到的一個共同要求 那台灣高工的群科中心就到這裡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再次謝謝藍主任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要請參與群科中心學校 淡水上工的周敦儀周主任來幫我們分享 謝謝 以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群科中心的话 我们是在我们学校 我们是放在实习处 但本身我自己也是实习 我也是餐饮管理科的老师的背景 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课程 我们在发展群科中心的时候 我们在本位课程的 就是规划上面 我们是有一个范本 那我先说明一下 餐旅群 它本身是包含两个大的科 一个叫做观光事业科 一个叫做餐饮管理科 那这两个大科呢 我们这个高职的那个群里面呢 这个有137所学校 所以其实那个范围相当的大 那从北到南的这个 有关于餐饮观光科系 他们在校本位发展的课程上面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 那我先说明一下 在餐旅群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教育目标来说 它基本上要先培养 就是这个群的共同的核心能力 那为这个相关的专业领域的学习 还有更高一层的这个专业知识 进修做一个奠基 那我们这一群的共同的核心能力 其实是在于有关于 培养有关于相关产业 比如说像是担任有关于餐饮方面的 餐厅的旅馆的旅游的 以及休闲等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范围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报告一下 我们在群科中心怎么样子来实施 有关于校本位课程 那我们校本位课程 我们在调查进行各校的 校本位课程收集的时候 我们会先给各校 行为到各校 会先给以淡水上风 刚刚上校友讲说 想到某个学校 就会想到说 这个学校的科是有特色 那大学商工 其实是全台湾第一所 有设立高职的餐饮管理课的学校 那想到大学商工 大概都会觉得说 大学商工的餐饮管理课 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我们就是先把我们 发展出来的一个课程 学校本位课程 我们来做一个范本 然后我们到各校去 我们就行为到各校 请各校建立他们自己学校的 本位课程之后呢 我们来请他们就是 回到我们群科中心来 那我们群科中心呢 在收集这些课程 学校本位课程的手册之后呢 我们会召开 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召开了 北中南三场的 有关于学校本位课程的 一个研习 那在研习呢 我们是找了 找了那个 我们群科的一个委员 还有督导委员 以及呢就是 其实有关于有一些 心静的老师 比如说心静的 心静的科主任 心静的科主任 跟心静的老师 他们呢 就是在课程的一个规划上面 他们可能会 可能会面临到说 不晓得怎么样去规划 学校本位课程的这样的研习 那然后之后呢 我们也请到了 就是我们在 我们所所群科的学校里面呢 有四到六个学校呢 他们来把他们的一个群科 他们的这个科 怎么样发展 他们的本位课程 来做一个经验分享 那今天我要报告的 其实都是集合 我们在这三场的 有关于就是课程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咨询辅导 还有建立怎么样建立 学校本位课程的一个 会议跟研习当中呢 就是收集了 会整了 各个学校发展特色 那其中有包含 我接下来要报告 有三个学校 一个是花莲高农 那他们是有关于 校本位课程 他们总去发展 他们的校本位课程 那这个有关于 餐饮管理科的 再来就是物丰农工 他们是发展 比较是属于那种 特色课程 是有关于餐饮的特色课程 那接下来就是 有关于基隆海事 那基隆海事的话 他们是观光科 所以呢他们也发展 他们也学校的校本位课程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今天的报告呢 就是先从校本位课程 怎么样去 它的一个精神 然后怎么样去 发展它的校本位课程的 一个概述 那学校怎么样去 发展校本位课程 然后主要是这个程序 然后还有考量的原则 然后还有就是各项 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发展 一个食物的经验分享 我今天可能比较是偏重在 一些食物经验的分享上面 那 其实我们要培养怎么样的学生 我们要培养学生怎么样的能力 其实有些人像 以餐饮的 以餐饮这个领域来说的话 其实可能EQ会大于IQ 就是说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 有具有这个所谓的 还有这个高情绪智商的这样子的能力 其实也许在这个产业来说 其实它是高于IQ的 那其实我们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 那这边的话就是 我提供几个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学生的能力 比如说在心灵智商 还有人格智商 情绪智商 创作智商 还有所谓的我们的IQ 还有逆境智商 其实在这个行业来说 其实问题处理的能力 其实有时候 你在现场上面 在工作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那我们就是要这样的学生 怎么样子在一些逆境上面 然后去处理的那个能力 还有就是说在 他怎么样去在生活上面 学习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那其实能力本会 其实就是从需要来出发 那我们呢 在学校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是透过比如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 然后呢 我们先来确定这个行业它所具备的能力以后呢 然后我们来订定我们的教学目标 然后再从学校的组织来说 来建构这样子一个 从目标建置到课程到组织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能力本位的教学有五大要素 第一个就是以职业能力为教育的基础 再来以能力为教学的基础 再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以及自我评价 那教学上面采用比较灵活 还有比较多样的管理上面 那再来就是应该有授予学生相对的一个证书以及学分 那学校本会发展的特色就是以学校的教育理念 跟学生的需求为核心 那我们呢 学校就是以情境跟资源为基础 那其实像在以餐旅业来说的话 我们这样子的高职里面 其实它的差异性是很大的 有些像花莲或者说像在雾峰的地方 他们可能那个本身上面的一个地方的特色 其实是跟台北或是比如说在都市地区 他们的发展特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那其实呢 学校呢 就是这个学校的情境跟资源为主 然后来去发 为基础来去发展 我们相适合这个学校的一个特色 跟一个就是以学生的需求为主的一个课程设计 那学校课程 为什么要发展学校本会课程原因呢 其实就学校来说的话 其实学校呢 可以依照它独特的背景 跟它的地方特色进行我们的课程的教学 它能够彰显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独特性 再来对学生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呢 就是视学生为 它视学生的需求 个别化的一个差异来发展 其实不是每个学生都想要升学 那我们兼顾这个升学与就业这样子一个课程发展 其实是让学生 帮助学生能够适性的发展 对教师来说的话 学校课程的发展 可以让老师直接去参与课程的设计 那可以就是 因为毕竟第一线教学的还是我们的老师 那课程设计上面 它能直接是知道学生的需求所在 所以那设计的课程比较能够贴切学生的一个需求 那再来就对课程来说的话 由学校来主导课程发展 那它可以那个坚信到说 它可以去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个急剧的改变 还有一个知识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 那以上有这几个原因来发展我们的学校本位课程 那学校本位课程呢 其实是一个就是解决学校独特的教育问题 那学校本位课程规划呢 它不见得局限在空 那个局限 空间不见得局限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那它其实重视结果 也重视我们的学习的过程 那所有跟课程有厉害关系的人 都要参与 比如说像社区的代表 或者是家长 还有就是业界 这样子一个组成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团体 那学校本位课程其实很重视 其实还是一样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 那建立学生互动 就是建立老师跟互动的 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的一个情境 那教师也可以透过在学校本位课程 他也可以是一个就是一个行动研究者 或者是一个发展者或一个执行者 那学校本位课程其实 其实它一个很大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特色 其实还是要仰赖 我们这个每个学校校长明确的一个 这个领导的方向 再来呢 其实是课程发展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倡导 那再来就是 其实激励学校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热忱 再来就是行政团队的一个执行的效能 那还有就是我们都乐这个学校的愿景 那就是再来就是 其实就是鼓励老师能做起 做有关于教育现场的行动研究 那再来就是做一个整合 像有一些科技在 我们在我们在这几次的这个所谓的 课程规划的一些课 那我们在这几次的那个课程就是 课程的一个宣导的过程发现 其实每个学校他们发展除了具体测试以外 他们有些学校他们更是用跨科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比如说一下有个学校他说 因为他说学生他们对于这个可能参与课的学生 他对于这个机械的操作他并不是这么的闲熟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课程设计是到 到那个他们学校的功课去 去等于是跨科去选修 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修理家里的那个电线 那这个室内配线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其实就是在学校本会发展课程过程当中 其实是教导学生就是怎么样符合他的需求 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子去 去被他具有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能力 那就是老师们就是依照学生的需求 来把它建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学校本会课程它的实施程序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情境分析 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发展的特色 那我们再来接着这个我们就是要我们目标的拟定 然后再下来就是相关的教学设计的方案 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执行这个方案 其实这个感觉还是 这个这样子一个课程设计来说 其实不单单只是只有课主任的事情 其实这个都是选校一起 就是动起来的 那其实还有就是结合校内外的一些资源 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有关于的一些相关的利益 利益关系者都加入这个团队 那在我们在定义校内校保会课程的时候呢 第一个我们要符合学生的条件跟程度 那其实每个学生的条件程度其实都不一样 那当然最后最终我们还是要 我们要符合我们的科教学目标 再来我们要能够跟步班的教育课程能够做衔接 步班的专业课程 以餐饮管理科来 餐旅群科来说的话 我们步班的课程 有四项 一个就是餐饮与会话 其实在这个领域来说 语言的共同能力 是大家公认是最需要 最需要也最具备的 那也是学生带着走的能力 再来就是餐旅概论 这是两个群里面共同的一个核心的科目 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科目来说有两个 一个就是餐旅服务技术 再来就是我们的饮料调制的课程 那所以我们在设计 我们设计我们的学校本会课程的时候 我们也要能够符合我们的步班课程 要做一个衔接 再来呢我们也兼具到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也要能够兼具学生的一个升学能力 4.12专的一个考课的一个方向 再来我们能配合学校的课程 然后能够一个发展的状况 再来就是我们学校的现有的师资 是不是可以能够符合我们的教学需求 那还有就是有关于配档表 那个教材是不是都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的教学的设备是不是可以符合 那这样子几个考量因素之后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 学校本会课程的一个特色 还有就业本会课程特色 跟地区产业本会课程的一个类别的介绍 那这个是有关于观光试业科的 他不太听话 这是观光试业科的 这个是观光试业科的 他们在规划上面 这个是以那个凤山商工的为主 那他们是在 在一般课程的规划上面 他们是110学分 然后在布定的课程标准来说是28 那再来是校定的课程来说 他们学校是发展82学分 然后大概是 占总课程大概42.7的一个百分比 那他们的一个学分数的开设是 达学生最低选修学分的1.2倍 那公学院自由选修 然后实施预选制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 那他们办理的这样子一个 综合高中的一个学程 他们有这样的科别 然后有教育目标 那他们的课程的发展 因为他是综合高中 所以他变成说在 他们是叫做餐饮观光课 餐饮观光课 所以他们在核心课程的设定上面 他把副班的这些 这些28个学分的一个课程 放在这个 放在这里 然后这右边呢 就是他们比较是 具有他们学校本位的课程 比如说他们有 开课有关于餐饮味受安全 中餐风调 然后烘焙 食物学采购 餐旅服务技术 餐旅食物 专题制作 然后西点制作 客房食物 观光 观光礼仪 蔬果切雕 这样子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校本位的课程 然后开放让学生 就可以去选秀 那其实 这样的一个课程开放 其实都是要 契合就是说 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个 学生的一个专业能力 来做一个考量 那接下来是 那每位学生总学学分数 大概大约 就是要大于160个学分 那平均他那个 布定的课目 他要85%及格 那专业级实习课目 至少要休息 80个学分以上 至少要60个学分及格 那包含了我们实习科目 只要30个学分以上要及格 这个是毕业的门槛 那 那这个 学校在怎么样规划 那个课程 那个校定 校本位课程的规划的时候 他有几个 这个 有几个考量 那他 第一个先参考我们的 校本位 就是部班的一个课程标准 那考量我们现有的师资 那还有设备 学生需要 还有地方特色的发展 那我们先行严理 我们的校定科目及学分 然后我们就是送交 我们的课程委员会来讨论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送交 校会讨论 那这个是整个 这个在 在学校里面发展 校本位课程的一个规划 那 接下来我们 我们怎么样规划 我们当然是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学生的一个定位 那他的工作能力分析 那 那这个是 这个是花莲高农 他们对学校学生的定位 他把餐 以他们自己学校的餐饮管理科来说 他们会先把学生定位 就是 比如说他们在这几个领域 第一个是 他们可能以未来的就业 可能在餐 餐务管理 然后餐饮服务管理 观光 餐饮相关的职业 然后再来是 餐饮行政管理 那其实在他们那个地方的话 那个主任也有讲到说 其实他们的学生 并不是百分之百升学了 那他们他们的那个程度也是有限 那他们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法会课程 能够聚养他们 他们能够让学生能够具有这个所谓的 能够从事餐饮方面 参与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工作的能力 那这接下来他们透过这个鱼谷图来分析 他们这些学生可以就是毕业以后可以从事的工作分析 那不论是在储物方面的 中餐 西餐 烘焙 或者是说呢在餐饮外场的部分 那他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 把学生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愿景先把它透过鱼谷图把它画出来 非常的清楚 那再来可能他也许可能会去做一些有关于 这个会计啊行政啊这样方面的一个行政管理的一个人才 再来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观光啊旅行业啊 休闲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础工作人员 这个是学生的一个定位 接下来他们由这个定位他来发展相关的这个课程 就是这个从这个定位来发展他相关的一个职业 职务的一个分析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 学生能力的工作能力分析呢 在这个参业预域来说的话 他必须要具有问题解决能力 工作选项能力工作态度表现 还有电脑基本的这样子一个能力 因为现在其实电脑基础能力 建议受到重视尤其像很多的一个餐厅啊 很多都是用电脑的点单 甚至就是一个PTA 或者是说以后可能发展到一些APP啊 那样子一个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点菜 所以学生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样在我们学校来说的话 我们也会希望说学生能够在 在他高一的时候就可以去加强他的专业 电脑专业的能力 比如说他参加 TQC啊或者是商校学会的一些 就是电脑能力的检测 然后去加强他们的电脑的使用的一个操作能力 再来就是中外语文的一个通晓 那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其实经过很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 他们也是认为说其实这个语文沟通能力 在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需要的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专业能力的部分 当然就是在通认的部分或者是说 他有一个采购成本的概念 那不能说只会做菜 然后他每一点买东西都不知道多少钱 然后那个这个部分都完全不了解 所以对于采购学生采购的观念 他必须要能够具备 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那个饮料的部分 再来就是现在其实 因为无保存的关系 那烘焙这个行业是非常的一个 可是说是很夯的一个行业 那这个也是学生这个产业的一个出入 再来有关于就是食品卫生安全 你这个像有关于像那个送话剂 像这些专业的知识 必须要我们从业人员 一定要这样子一个专业知识 才能够就是能够很安全的 能够很多做出健康无余的 的产品给客人来使用 那再来就是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就是 他们的工作能力分析 除了这几个以外 那基础能力我们不需要他要具备有管理的能力 还有食物学能力 官方参与概论 那我们这边推到 我们这边推到 比如说从能力来推到他们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学校呢 他们就 这个学校呢 他就会规划的相相关的 依照学生能力来设计课程 那工作能力来说的话呢 他们就会设计有这样子一个学校本会课程 那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能力资源的 参与资讯管理的 参与管理 菜单设计规划 然后参与会计 然后参与餐厅督导与实习 虽然那个九九课纲 其实已经废除到初级会计 但是我们在这几次的会议来说 有些学校他们 他们还是觉得说会计有它的必要 为什么 因为学生他还是要具备有这些 会计的基础能力 还有成本控制 采购的一些观念 那其实这个对学生来说还是需要 有些学校呢 还是把它纳入这个所谓的 就是校定的一个选校的课程里面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有关于有会计的部分 那财务管理或者是有一些 校外实习的一些能力的课程 那基础能力来说的话 它必须要具备有实物学 观光概论 观光英语 参与英语 行销 还有一些相关的法规的一些能力 那其实这个话我们这个就是有关于就是这个配套措施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花莲工农 他们对就是因他们他们这样子一个设计来 他们的一个学校本会课程的一个直接就是很实物的这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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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那他们在这个这个课程的一个设计上 那他每年呢他会理听这个业界的精英辅导 全国技艺竞赛 语文课程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他们会会跟这个业界 产业界做一个结合 请他们的比如说像在厨艺方面的那个就是专才呢 来帮我们补导我们的这个这个学生的技艺竞赛部分 他语言课程部分的话就是比较比较是比较贴重在外场的一个 菜股的一个竞赛的一个能就是一个一个加强 所以他们会跟那个业界能够充分的结合 再来就是依照我们有关于餐饮储物啊 餐饮服务餐饮管理等相关四大职场 他们有一个叫做减餐制作跟下午茶的一个贩售 等下我们会有一个实体的一个介绍 再来就是他们有举办了一个就是鼓励学生参加一些 比较校外的一些专业的比赛 比如说口服达人比赛啊这一类的 不好意思他一直跳 然后他们也有这个所谓的校内有一个专业的比赛叫做餐饮大使的一个选拔 那就是成立这个餐饮科学会 那培养学生这个所谓的办事的一个能力 那其实以我以前在担当餐饮科当主任的经验 我发现这样子一个科学会的建立真的能够 培养学生做于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 很多很多事情都从 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从事前的采购规划 然后人员的配置啊到最后就整个的执行 然后再做检讨我发现学生在科学会的部分 他们真的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 有关于这种所谓的做事情的能力 那还有就是实施学长制 因为其实在餐饮界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这个餐饮的这个服务态度啊 他们的一个一个本身的这样子一个关怀啊 这是他们一个 这是我们餐饮人一个很大的特色 所以他们透过实施这个学长制 能够有很好的人际互动跟关怀 然后当然美姿美姨也是不能少 那这个学校他们也会找这个相关的这个 美容的这样子的一个专家来到学校 来训练学生的美姿美姨 好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淡水商工的部分 淡水商工的话 我们除了在校定科目 我们的步班科目里面28个学分来说 我们在绿色的部分是我们校定的科目 那这个学分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学生的一个碰饪基础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我们就先开这个中餐碰条 再来我们其实卫生安全其实很重要 以往好像很多人都开在那个三年级 好像就是好像就是剩下的才发放在三年级 其实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我们在政治当中其实学生 最基本他进到厨房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要学怎么样子一个规矩 然后怎么样子正确安全的使用这个器具 器具设备 所以我们在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安排这个学生上卫生安全的课程 那再来就是就是理论跟实物并进 那再来就是在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强调在配合课当 我们不般标准来说 我们是参与服务课程 然后饮料调酒 然后观光学 我们观光我们把它放在二年级 就像观光概论 那有毕业只有五课 我们是把它放在高三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 让学生能够知道说 除了餐以外观光的部分 我们也我们也及早让学生去学习 再来我们在专业课程来说 我们的校定课程 我们是中式点心 先从中式点心开始学习 再来是烘焙 那中餐风调继续延伸 那我们的重点是希望说 学生能够在 在二年级的时候 能够去考这个烘焙的那个证照 再来西餐呢 我们从二年级高二开始教 那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是进阶的中餐 那我们希望说 学生呢 他能够二年级 一年级又考取中餐以后 他可能在三年级的时候 他可以去试试看 考取这个中餐以级的证照 然后再来就是进阶的西餐 再来是餐饮食物 餐饮食物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依照 学生的一个需求 来做课程的设计 那餐饮管理 我们希望呢 在高三的时候上 让他们知道说 在学习一些食物来说 他们要来学习一些管理的能力 那食物跟采购 那这些都是管理方面的一个 很基础的一个学科 所以我们在高三的时候 我们在食物学跟采购学上面 我们把它加进去 再来就是专题制作 那早上 早上郑教授也有讲过说 其实专题制作在 在我们这个 在这个群课人来说的话 这其实也很蓬勃的发展 那我们在餐饮群也是一样 我们的专题制作 每一年的比赛的那个作品的见数 都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 那个水准都越来越好 那就是专题制作各校 在这个推测课程的时候 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再来就是旅游食物 这是我们高三的课程规划 那刚刚我们讲到说 那个花莲高农 他们呢就是 他们这样的一个特色本位课程 他们举办了 比如说他们有结合的业界 那这是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校长的一个领导方针 那他们主任跟我们分享说 校长他都是跟着大家一起 在办这个活动 那就是全校一起来 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成果发表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 解试验 其实解试验 当然除了表达对老师的一个 一个谢意之外 其实这也是对学生来说一个 成果的展现 你看这个学生三年以后 三年以来他学的这个东西 然后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做一个展现 那我们也 也把这个是不是 学生一个成果的一个发表 那这个是他们做的一个菜 因为他们这个是 做的像葡萄一样的 这个是学生的一个作品 那他们还有一个特色 学校本位课程就是 他们制作简餐 那他们是说 他们就是 一天设定就是60 60份的简餐 那就先预订 然后他供应给 供应给学校的老师 60块很便宜 对 但是学生就透过 我们中在西餐的这个课程 他们就可以制作 就是从学生从这个 制作的流程 然后那个采买 采买啊 那整个都是学生 那当然有老师在旁边做 做那个指导跟 那个就是指导跟督导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都是学生自己做 那他们说这个60块 真的经济实惠 在学校来说 非常强过一口 那常常就是都会 很多老师都订不到 那你看这个都是他们的成品 那学生透过这样子一个 简餐制作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 融入课程这样子一个 一个活动 其实学生本身他自己 有参与感在他们学习 要很多 课程上学到的一些 一些能力 那这个是简餐制作的 这个盛况 老师们都吃得非常高兴 那他们在他们有关于这个 餐饮大使的选拔 那他们觉得说 其实要激励学生 对于学习的一个热忱 他们办了很多活动 那当然这个主任也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用心 那他希望说 学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学习来说 也能够有 有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那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在比较 东部的地方的孩子 他并不是那么 那么喜欢念书 那透过这样的课程 其实能够让他们就是 就是学习的那个动机 跟他们那个 那个热忱能够 都会被激发起来 这个是他们的餐饮大使的选拔 这是口部的一个折叠 这个是水果雕刻 那这个是他们的选拔大使 这个一些活动的照片 这个是有关于花莲高农 他们怎么去发展他们学校本位课程的一个 一个一些活动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乌邦农工 那乌邦农工的话大概他们就是 其实他们结合 他们这个课程的设计 是结合他们的学校附近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的孤 他们的孤很有名 就是大概全台湾最多孤的地方 就是产在乌邦这边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来发展 他们的学校的特色课程 不好意思我无法连接一下 他们的那个特色课程 那乌邦农工他们就是 他们 好 那我们连接一下他们的那个 好 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成果的一个 他们把它印成一本食谱 那其实他们是透过这个特色课程的发展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成品 那他们 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食谱 那是由学校来发行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样去设计他这个课程 好 那他们其实希望能够透过各年级的一个外储的活动 所谓的外储活动就是 校外的 就是校外的 就是结合校外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饭店啊 或是一些烘焙房的 的专业人才 然后到学校来做外储活动 然后会整学生 让学生能够先激发学生的一个 一个创意的构想 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创意的构想 让他们在脑袋里面萌芽之后 他们就办理一个所谓的创意的食谱的竞赛 那其实他们希望能够增加 产业界跟学术界的联系 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那他们这也是一个优质化计划的一个展现 那地方特色一个推广 那其实也是他们学校一个本位课程的一个 然后办理的流程 它是先一定的相关的教学活动 然后就是请学者专家 还有主厨来立校示范 再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外储示范的活动 来收集食谱 然后办理的内科有大概中餐西餐 烘焙影条餐饮服务外场的一个 好那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先请到附近的一个烘焙业者 来做教学的示范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是有关于烘焙产品的示范 好那再来就是 这个是教学的过程 这个都是烘焙的 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一个成果 好那再来他们找这个 有关于西餐的就是校外的厨师来学校做示范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上课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做的一个成品 那透过这样子一个创意的一个 一个先是外储来示范之后 让学生能够激发他们的一个创意的一个概念 好那接下来之后呢 这是中餐的 这是中餐他们请到经典的酒店里面的主厨来做示范 这个蔡小姐说 好那学生也都学着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非常的 聚精会神 那这个是他们创意成果的一个展现 那之后呢 他们就会办理一个 这个是有关外场的 那他们请到台中高楼的正属华老师 那正属华老师他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餐饮的果手 餐饮服务技术的果手 那请他来做示范 那示范输果皆标 然后这个是有关于服务技巧的解说 好这个是现场烹调 好 左边烹调 好 口部折叠 好 那之后呢 他们呢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外储示范之后 他们开始办理这个竞赛 好 办理这个创意主义的竞赛 那他们这个 这个标准师傅格式都已经写好 然后这个是学生呢 这个两个两个参与这个竞赛 这是他们的一个 获选的学生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照片 他们都非常的高兴 他们的那个师傅能够入选 然后这个是 这个也是两个两个一组 那他们都能够展现他们 经过这样的一个创意教学里面的一个 一个 他们的一个创意的一个产生的过程 那这个是每个学生的作品 那他们之后呢 他们就 把师傅挑选完之后 他们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师傅的一个 著作版权的一个联系 再来他们就是有一个石膏格式 然后打样啊照稿印刷这样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姑米传箱 阿赵五 这是他们很有特色的 他们今年在 在我们的一个演习里面 还有他有把这个课程 来跟我们大家在介绍 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创意 因为 因为这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 一个一个连 一个一个 一个连串的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结合学界业界 然后学校的一个台 还有家长 然后来把这样子一个课程 来做一个规划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是物丰农工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观光科的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参与群里面有两大很重要的科 另外一个就是观光事业科 那观光事业科的话呢 他们在 他们在课程规划上面 那他们是 我们是以这个基隆海市 他们是海市学校 他们在那个地方是 很特殊的一个海市学校 那他们有发展 因为 依着他们这样子 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他们只要来发展 他们的一个观光事业科的课程 那他们的一个 一个订定的课程 其实他们 第一个他们是强化 我们的学术导向 那增加上学生的核心课程能力 跟一般能力 再来他们也 当然也兼具到 配合就业导向 那在就业导向部分 他们增加他们的 专业实习课程 提升学生 真的能够实际操作能力 真正具有那个刷子 能够去 能够去就业的 那他们的一个几个 修业的重点 至少呢 要休息80个学分 那60个学分及格 再来他们在 课程的 规划的现况来说 他们的专业课程都一样 参与观光客都是一样 28个 从参与 参与英语绘画 到参与概论 到再来就是 参与服务技术 你们要调久 那是28个学分 那在校定必修来说的话 专业制作他们是排 其实在这个领域来 这个群科来说的话 专业制作是2到6学分 那大部分的学校都是4学分 那这个学校 只是两学分而已 这个学校 因为这个是各校 自己去设定这个两学分 那 其实它是在一年级的时候 它是在二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上这个专业制作的课程 然后一学分一学分 那采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 那这个是他们在 专业制作课程的规划上面 好 接下来他们的专业科目 观光课的专业科目的话 其实跟参与科来说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他们比较偏重在 这个加强在我们的观光领队导游 这样子一个能力的培养上面 他们会增加这所谓的 因应现在的观光课 其实日语的部分 是非常要加强的 所以在观光日语 或者说在旅馆日语的绘画 他们也加盖了这个语言的部分 再来就是观光日语绘画 那这个是跟旅游英语绘画 就二选一 其实就是兼顾到学生的 他的一个兴趣 跟他的一个需求 那观光会旅游的 你可能看你是要走哪个领域的 那就是二选一的一个方式 再来就是旅游食物 这是观光课里面必学的 必选的一个科目 再来观光的行销 观光的地理概论 跟我们的餐厅规划设计 餐厅规划设计的话 为什么会放在这边 其实观光课的话 其实它也会牵扯到 一些管理上面 所以那怎么样去规划 餐厅跟它设计 这个也是在观光课里面 他们学校发展一个 本位课程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开课的一个科目 那他们的一个应选修的学分数 是32学分 那在其他词医科目来说 他们也有所谓的鸡尾酒调制 饮料管理 餐厅与服勤 餐饮管理 然后餐饮食物 游程规划 客房食物 八台食物 那其实在观光课来说 他们比较偏重在 其实像可能他们具有 从事在旅游 旅馆 甚至在餐饮 或者是休闲方面的从业人员 所以他们开课的这个实习科目上面 其实他们是比较偏重在这几个 这个职群里面 那他们是 规划是22个校定的选修科目 那他们的一个分配是 在校定必修是28 校定必修 部定必修28 校定必修2学分 校定选修54 合计是84 那他们的一个比例 是这样子一个在分配的 好 那他们的课程与设备 他们一一九五课堂实施 在器材设备上 他们有一点微服的调整 跟九五课堂是不一样的 压想他们的现有的一个教室 一个状况 那他们在饮调教室的部分 他们有饮料调酒的教室 那他们的课程就是饮料调酒 然后综合活动 然后选手训综 综合活动的话 这些比较偏重在一些社团上面的 一个练习的一个场地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 这个是他们的饮料调酒的一个教室 那他们学生的话 大概就是 会在高一的时候 他们去考这个所谓的 饮料调酒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现在应该叫饮料调制 因为调酒的证照已经在99年已经被除了 现在改为饮料调制的证照 那这个是他们学校的场地 那他们另外一个专业教室就是餐服 餐饮服务技术 所以就是 餐女群的一个共同的核心能力 那所以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餐饮服务技术 那他们的餐饮服务技术的教室呢 他们因应怎样的课程 就是餐饮服务技术 也是综合活动 比如说还有选手训练 也是跟社团有关系的 那可能 这个是餐饮教室的状况 好 他们也有课房教室 那刚刚有看他们的课程架构上 有这个课房教室 上课房教室就是 就是有关于餐饮服务技术 综合活动 以及选手训练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好 再来就是他们的课房教室的一个场景 那课程实施的一个现况 那他们过去遇到怎么样的问题 那他们 他们的一个现况分析 他们会觉得说 现在的那个饮料调酒跟课程来说 结束比较多 那比较不敢课 因为目前这个结束是OK的 好 这是他做实话的分析 那这个新检订呢 是他们比较弱势的地方 那因为课程熟悉度 采购新设备 还有一些 因应这个新检订 因为改成营料调制 他的新检订的设备 其实都还要新购 跟那个 这个是经费上面的问题 再来就是 新教室 那空间要大 设备要新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再来他们的一个威胁来说的话 他们的材料费 那一向就是 用量比较大 所以他们采购频率比较高 材料费相对的比较少 这是他们对于这个 有关于现况的一个分析 那再来就是 学分数没有改变 教课书的版本比较多 图片那个实力增加 那其实就会有增加所谓的感客压力 这个是他们有关于 就是说在 他们在实施课程来说的 一个 一些状况 那 以上报告就是 有关于 餐旅群的 各校 怎么样在发展 我们学校本位课程的 一个概况 跟一些食物的经验分享 那群和中心 接下来 再收集 我们的所有 就是这一群的 学校本位课程的手册之后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会诊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把这样的课程 我们就是 请我们群中的咨询委员 那来做一个 课程的一个审核 就是学校本位课程的 一个审核的一个会议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老师们的各校 他们所送交来的 这个课程 学校本位课程 都是经过 就是群科的咨询委员 都已经是确认的 那一定是确认 然后各校再进行实施 这样子 基本上来说的话 是经过 已经过专家学者的背书 跟认可之后 那才可以做一个实施 那这是我们群科中心 在就是处理这个 会诊 学校本位课程 然后之后呢 我们要办 我们要接下来 要做的一个方向 那以上 以上报告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OK 我们谢谢周主任 来分享 各位老师 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要继续坚持下去 我们是最后一群 我们再来邀请设计群科中心 学校复兴生工的 林行健林主任 来为我们分享设计群 谢谢周主任 各位伴大家好 我想现在大家辛苦了 因为我们联系 这个学校报告 会让大家比赛 直到最后一半的话 要让各位比较轻松愉快 所以我中间 会放一两支影片 让各位能够调剂一下 那设计群科中心呢 我们每一年度 都会针对 新进老师跟科主任 来做相关各校的 校本课程的一个原习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今天所做的简报 也就是我们设计群科中心 每一年度 所给老师们所介绍的部分 那在整个校本课程里面 很重要的核心 还是一样 校本课程本身来讲 都必须按照学校条件 可以动用的资源 还有学生需求 设计需求 那以学生为主体 学校为基地 科为单位 所发展的课程 那所以这一个部分 本身来讲 其实每一群都一样 但是 城乡的差距 因为学校的一个需求不同 所以因此 我们会有产生不同的需求 但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一样 一定要按照 99课纲里面来做 把就刚刚如果转化成 我们现在目前各校的 一个校本课程 我们必须有转化跟创建的部分 那创建过程当中 才能产生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校本课程 那在整个校本课程过程中 里面 这一群的东西里面 它本身是在这四个区里面 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 有区隔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一群的东西里面 特别强调这一部分 那这一群现在目前有 美工 广色 室内空间 室内设计 图文传播 多媒体 多媒体应用 加剧设计 加剧木工 陶石工艺 金属工艺 十一的科 那十一的科 你说要使他们共同科目 要合在一起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像 台湾高工一样 他们把所有群的东西来做 相工作 包含我们现在目前 很多的特殊科种 包含图文传播 包含金属工艺 陶石工艺 那都是老数科 像陶工 到现在都应该高值 金属工艺 只有高雄的中文高工 那北中南各以所得国立的图文传播科 那其他的科系里面 新年度增加最多的 像原来多媒设计科 两年前的两所学校 到今年26所学校 以下忙生下很多 过去的我们广市科 美工科 这些两科是两个大科 现在是广美工科 已经退到第三大科 也就是被谁 多媒设计科 因此是可以表现说 各学校按照社会趋势 会很大的改变 那一样科技群所有课程 也一样有很大的改变 那改变的核心在哪里呢 我要怎么发展 发展什么课程 设计询科中心里面 包含所有科技 都要转变 两年前 雷色雕刻的部分 在纸雕的部分 跟其他雕刻的部分 造成 新一代设计展 大专院校 全部都用雷色雕刻 透雕 薄雕 那这些课程 现在以后 包装设计改变了 所有的一些 所有评计的改变 所以到底发展什么 跟四妹这种应该不应该结合 第二个 实在是 是应该有专业学者呢 校友厂商呢 来接下来参业 第三个 应该如何发展 就我们学校校的产业界面 还是要有赖与专业学者 还情绪中 什么角色 我应该从这三个角度来做思考 那 学校政策本身来讲 当然要有学校的验警跟发展特色 来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特色 同时按照现况分析 包含国内的产业结构 产业人力分析 生育人旧概况 学生特质能力 设计上考课相关刑事部分 还有学生家长对 反应界的一个取取 还有教育部下规范 所以从这以上规范里面 就成为设计群的中心里面 很重要的 我们发展的一个优先数据 那优先数据 学校的教育资源 学校如果没有相关的教育设备资源 要重新设计的课程是很难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旧设备 跟新的设备 组合成为新的课程发展 试制结构呢 试制结构 培养必须要长达十几年 才能够好的试制结构 如果我们先有试制结构 能不能发展这种课程 第三个成本效应 到底现在发展这种课程的成本效应 到底现在发展这种课程的成本效应如何 按照这三个设计 来作为相当不发展的顾问 那同时 我们应该随理考量 产业界的发展趋势 下面这一部分是两年前 产业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请看一下 怎么不动 对不起 那个 蛤 它不够是吧 刚才不动 脸片 会连接上来 没关系 我直接放好了 没关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好 你现在看到这个日本东西节目 他们在拿来一个香 液瓜 看哈密瓜 经过3D的 爽牙以后 他现在重新用裂音机 3D印表机 裂一个 完成一模一样的 哈密瓜 而且不用上色 不用再开模 裂作出来 你现在看到粉末自己生产 把它喷完 把粉末喷掉以后 就完成质感大小 一模一样的哈密瓜瓜 好 這個掃描器掃了以後,把整方麵瓜切成800整份 然後800次來做掃描,然後堆積而成就整個方麵瓜 那白粉度支撐材,這支撐材它本身衝擊上去以後,它就瞬間會黏住 而顏色可以按照YMCK來調整,要透明度來調整,總五攝影刷 它以最攝影刷來給你 印記和接着材を同時に吹き付けることで、石膏が固まり、鉢が作られている 衛生中入圖片がすごいね このプリントを800回以上重ねると 色と形を成功に再現したコピーが出来上がる ここでアンジャス、アンコチを思い付ける 現在看到一樣 自動車的所有的輪胎、軸乘、軟動軸、全部都用の機器 你看到色彩、一次完成的 它並不是要同意上色 包含建築模型、包含結構 産業界在這10年來已經有多大改變 うわー、それは結構細かいね そこでアンジャス、アンコチを思い付ける じゃあさ、あれ作ってもらおう まさに俺たちも同じこと考えてるよ それだね、あれでしょ? あれ アンジャスがコピーにしたものとは? ああ ああ 那、現在他拿着一位学生 來三機掃描 直接作一次比会派 把他人完全、観覆、覆覆、縮小、完全來呈現出 今のパーツのアンジャスがあれだけどもったいない あれオレンチの腕の腕がいい もっと後でに近づく それだけ生きるから 一体、アンジャスは何をコピーしたのか? こちら、こ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ました ウェ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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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ここ見てください この目のパンツとがね 目元のシワとかね これととジュレクト同じくらいの? あ、そう あ、いい 一回だ いいくらいだ 俺がもう そう、この印刷機を使えば 人間でも簡単にコピーできてしまうのだ すごい欲しいって思ってますね あの機械ね 何億くらい、何千万 好,剛才看到,這樣產業界的改變已經是相當大的一個改變 它要不要連結嗎?一樣要不要連結 給各位看第二段影片 因為在因應這個緣故,所以兩年前復興商工校本課程就已經改掉了 進行這個RP機器 所以我們學校也建了兩部這種機器 在機器裡面,現在兩個月前 全台灣全世界開始 非常辛苦 除了些人,你已經想要做一些公仔之類的東西吧 身上,三立印表姬 他想印的是牙齒 是皮膚 是人工乾燥 他在醫療領域有極高的用途 因為三立印表姬 他不准能印出實質如深的外觀 他內裡的結構 該出的,該凹的 他的維照之類,精準地印出來 我們非常了解 三立印的自行發展 這把表姬是列印出來的 用三立印表姬是列印出來的 這部腳踏車也是三斤的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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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草圖設計到你現在看到 是24小時內完成的 從設計草圖到完成看到是24小時內完成的 所以我們東西都可以 我們任意的周遭 其實只要能夠藏出粉末 東西都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東西來做 我們現在這個三斤的 很多現狼遊戲有很多角色人物 然後我們現在是直接可以從三斤的影響 然後抓鑽,鑽成是我們用三立印圖擋 然後鑽成切片 一層一層最好讓我們鑽成掃描 然後是切片式的 然後才一層一層把它堆疊起來 就變得一層性 那最主要就可以它跟三立上面的一個 遊戲也是完全一樣的 We actually made this and we made it for you And we made it yesterday And we made it yesterday And we made it for you 因為效果實在是太低沉了 難怪是怎麼做得來爆發性的成長 你現在看到這部機器 百幣三萬塊有長 那現在陰表這部機器大概二十萬到三萬之間 精準三百六十度掃描 另外形狀取得的同時 產品後編圖一張 接著第一張面影 就像是超薄的機物 層層飛跌起來 再用冷射加熱黏起來 換句話說 只要電腦上畫得出來的立體圖 就能夠電腦出來 目前的醫療技術 用口腔電腦斷層掃描 可以測量出牙齒的角度跟深度 降低牙齦依靠經驗治療物函的風險 然而這個牙膜師傅製成的假牙 最後裝上去的時候 腳何處仍然需要圍繞 靠著3D電腦出來的假牙 由於精準度更高 完全不去校正 終止假牙的時間 已將會降低八成 他們或 有病人的一個詳細的資料 所以後續的病人 比如說要做假牙 或是要做各種方面的 牙齒方面的治療 都可以用這方面的資料 醫生根據這方面的資料 來做後續的一些治療 包括了一些假牙的治療 包括一些治療的選擇 包括一些治療的選擇 完全或是下任何疤痕 包括有很多的生理方面的應用 就是組織工程方面的應用 的確用3D機的製造 來應一些人工器官啊 血管啊 把一些支架跟細胞混合 等等去做一些藝材方面的應用 肌膚是整體治療的機關 除了具備的排斬 保護身體的功能以外 還能夠感受不絕 肌膚是整體治療的機關 肌膚出來的肌膚 需要整個到處理大的作用 才需要一段時間 只要如此 刪解硬腳肌 可以可以充滿重力的 忍受關節 所以肌膚身體工具 證出來的關節 以一般的忍受關節 證明 胃口的管理設計 還可以讓肌膚深化 實物上也不證明 運出來的關節 效果比一般的 忍受關節 更採用 以此 通過的患者 只能把身體運動機 運出來的關節 製作全體的放鬆 也看全體所不做 藥商也安心決定 與端端限制可令 未來將一體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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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所見於一些夾機器的關係 等別的辦法 直接用這些傳傳方法製造出來 超過iPhone和iPhone的機殼 都使用這樣的GNC工具機 可以先投銷 把黑膠的機殼去除 暫時侵入檢查的技術 要套備好幾個工作天 過程中也要套養耐費 3D1檔機還是不止鈕缺電 就更快到只有時代精湛 他現在用金服粉末直接把電台 直接把它堆積出來 變一個金服的一個多項的牌子 方式去做出的這種加工的產品組件 那現在呢 目前大概有廣泛應用站也回去 然後航空產業跟新的產業 國外這個像多EGD BENTER裡面找到這些大廠 都已經用這種方式在做這種產品的組件 有給一般的傳統加工 一般傳統加工像CNC 它只能洗表面開號的東西 但裡面的內結構它是沒辦法設備的 現在台幣2萬 就能擺動一台加工3D電腦機 塑建於只能利益塑膠產品 2萬塊是製衣服裝的 製衣服裝好的話 賣一部大概4萬多塊台幣 現在看到這個小連接就是 你用ADS都給的記憶 你換改需求 人工尊重建築器 一在方面 一卻有巡邏更優化的需求 需要利用這樣的技術來完成 那也因為已經這樣的技術以後 國內在模具 在文創 也漸漸的各著這樣的應用 起來 那從簡法式的製造 到加法式的製造 本來就是一顆 一顆等於製造中一個的過程 它是塞過的 它有新的製造方法 這製造方法 給大家看看 最新的製造器官也能變硬喔 還是不知抗臺齒 可以裝在製造器官上 和人體組織溝通 解決了長期以來 特朗醫學界器官排斥的問題 它是很可能 這個技術會使用 在一個生命中 為何我們不能想像 在某個程度 當你必須操作 一個損壞的屋根 你會把屋根製造出 製造的屋根製造 在屋根製造的屋根製造 在屋根製造的屋根製造 這製造的屋根製造 三滴運營 曾經在事為第三次公平火力 然而 在2012年 它從外觀 走進人體內 被固定的靈魂 最不意外堅持的優點 讓三滴在醫療領域 開啟了無限想像 值得注意的是 三滴運營 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 技術的業務也成熟 專利在2015年後 也會陸續到齊 因此相當適合台灣發展 開商如果能夠提早布局 在上下樓的公園 搶新卡位 就有機會在三滴運營 商機中分到一杯根 好 剛才所介紹這個部分 更貴報告一下 我在閒時代三十多年前 我的閒時代 就已經理論完成了 三十多年前 我讀大學的時候 這理論就出來了 這三十多年後 這兩三年才慢慢 蓬勃出來 所以這部分影響到 都大了 所有的設計全科中心裡面 包含建築模型 包含公仔 包含所有部分 所以依照這部分的話 所以婚姻三公在兩年前 我們就把這種機器 RP 就進到婚姻三公 讓老師們從公仔設計裡面 從原型設計到列印出來 那課程上面 結構上面也不同 所以因為這樣因故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社會需求 社會一定要需求 如果社會沒有需求 我們就不會發展到課程 因為社會需求 還有有關於業界的需求 社會需求 業界的需求 我們就應該能滿足這個需求 而第二個需求 已經很快速來到 該家燒過了 剛才那個小方何時的 最多少錢 台幣兩萬塊 到三萬塊之間 也就是所有的塑形的東西都有 那所以因此 我們應該怎麼來辦 就是把社會需求 跟業界需求 應該來擬定為 學生基本的能力 另外 按照我們四條件 按照我們所有其他的 學生需求 我們一定相當課程的一個目標 跟課程的一個總類 然後加上學校重點發展 根據這五大需求 我們領域完畢以後 來看看學校裡面 一般課程都在課程裡面 我應該要比例分配 所以我會找學校的教育主任 我來一起協調 我們在下面這幾個課程分配以後 我應該怎麼來協調 好 奇怪 跳過上去 OK 謝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到整個課程完畢以後 把一般課程跟專業課程比例 兩個分開 同時我們分成A跟B兩條路線 一般科目 教育領域的配合時數 跟專業課程是時數 學校特數就這麼多 我們怎麼來按照學生的發援需要 按照生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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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如何來配課 把課程按照相關部分 扣除固定的課程 扣除校定的一些基本課程 我們來把有關於固定的 跟校定課程來做安排 所以扣除三個部分 最後剩下的課程數 就是我們校本課程 發展的一個部分 那校本課程怎麼發展 首先 這群的中心 一定有這群的目標 它培養的基本的核心能力 應該是能夠 把相關的專業能力的學習 還有高一階的 專業能力的基本的基礎 必須要定義好 另外 有關於 相關設備產品裡面的 廠告 包裝 展示 編輯 印刷 媒體 產品 家具 工業 室內通圈設計 這些能力的一個發展 那根據這發展裡面 它要共和母 形 設 造型能力 它應該怎麼辦 還有色彩能力 應該它的一個相關的產業能力 都應該要給它一些幫忙跟成長 同時 我們在群的能力當中裡面 應該能夠規範 包含設計跟執師還有培養能力 應該具有下面幾種能力 首先包含設計的核心能力 包含一般能力 另外同時 我們希望能夠培養他們具有下面的能力 尤其在這邊很重要 設計的人本身來講 畢竟很重要的溝通 所以他必須了解客戶的需求 跟社會的需求 他不是藝術上座 所以自我表達跟人際溝通 是很小 如果你不能夠自我表達跟人際溝通 這樣就不能說服客戶 滿足客戶的需求 所以 社會的藝術不是今天最大的差異 它是有目的性的造型活動 所以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很重要培養自我表達能力 跟人際關係能力 它也是團隊的合作能力 所以因此 團隊同裁彼此協習能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我們今天應該來培養這些 那同時應該也要 培養有關於傳播能力 那專業能力哪些呢 包含這些 設計協力 美感 設計生活 跟設計表現 跟設計食物 還有設計造型能力 還有應用能力 還有證照相關能力 那把這些能力 把它涵蓋在我們所有課程的分析裡面 就變成 產生科的能力核心 就是依照學校的特色 職場的需要 然後把專業屬性跟職場需求 技術科的表現能力 所以我們設計群 11個科 有11個科 很清楚 先描述它的屬性 那我以廣告設計科 11個科裡面 廣告設計科 現在目前最大 現在目前有56所需要 設計廣告設計科 那廣告設計科 我們先描述 在所有校長課程裡面 它是以首位 電腦 設計工具 的材料 設備 並兼顧的概念 還有設計方法 從事符合商業目的的 設計表現 跟製造能力 那為了兼顧 算有這麼多能力 比如說 我們現在畢業出去以後 在設計工資最前面的 最基層的助理 就是印錢製作 那印錢製作包含 電腦系統 印刷專業 文書處理 文稿能力 打樣 協同能力 那四節構成 就是比較美術的基本能力 還有表現能力 配色 色稿 插畫 小本 繪製 如果它今天進入到第三階 就是設計 是在藝術總監之下做設計 它必須具有下面17種能力 包含這些 那如果按照分析下來 更高階一點的話 更高階一點的話 就是藝術指導 包含這些 製作管理 是這些 然後藝術總監 是這些 可是第五 第六 就屬於大專院校的課程 所以因此 高階段應該到 能夠聽得懂 藝術指導裡面的 這些概念 然後包含前面那 三項能力 對我們的工作能力分析 那依照剛才工作能力分析以後 我們應該要逐年 來完成下面幾個部分 第一個 應該要能夠 把必須學區 考慮到學生的出路 包含哪些出路呢 包含生學 包含就業 包含證照 包含哪些 認證 那接下來我來跟各位報告 我們為了這個緣故 所以因此 我們在校本課程裡面 如果規劃一些模組課程 讓所有學校的了解 那現在設計群科中心 就按照銀科大 早期在商業中心裡面 發展一個 就業類別的性質 跟生學性質裡面的一些模組 我們做30個模組的分析 那有關於 產銷能力的課程 因為我們的 設計課程裡面 包含廣告製作 包含行銷企劃 包含流通管理 包含商務溝通 這些都屬於 產銷能力的部分 那電腦能力 包含基礎的電腦能力 多媒體 網路 設計能力 另外在超管理上面的能力 應該有這些 另外還有包含 外國有能力 應該有這些 那設計能力 包含 圖文傳播的 廣告設計的 室內設計的 空間設計的 金屬的 加工的 這些等等能力 另外按照這屬性 我們把這些 所課程裡面 按照屬性裡面 打換了幾個模組 而這模組 必須按照面子部分 學校的區域的產業特色 比如說英哥高值 它在英哥地區 它本來就有工業頭 商業頭 藝術 藝用頭的部分 所以因此 產業特色應該 以學校所處的地區來做 它不能夠以學校 只有生活頭 或藝用頭 也包含工業頭 包含生活頭 那科系的目標 和屬性也是一樣 以美的屬性目標 應該要了解它的特色 畢業以後 主要是工作能力 跟內涵跟其他部分 以我們學校 美工廣社科 在廣告界 現在目前清一色的 藝術總經驗 80%來做 是復興三工 而且60%以上 最高協力 復興三工 並不是盟友大家畢業 那憑什麼能力 因為它畢業以後就是能力 復興三工的校版課程 就必須達到業界的標準 所以目前我們現在畢業能力 需要達到哪些內涵 有些當然它可以繼續在升學 在達到內涵 但現在目前 復興三工的結束校裡面 大概有60%到70% 它最高協力 是復興三工 可是在業界裡面 發光發熱 畢業以後 應該產業以後 多藝性 多樣性 應該都考量成像差異 這些都應該考量的 所以因此每個校不同 那 為什麼在全世界的運動 我們特別把這課程提出來呢 因為復興三工這校是怪學校 我們現在美工廣社合起來 總共63個班 那日系的校合起來 109班 那這種龐大班 當然別人沒辦法做 所以我們現在 復興三工的課程 校版課程 我們還可以分成幾個模組 因為科中有 科中有組 組中還有什麼 還有小組 所以用這方式 一個美工科 24個班 廣社科30個班 美術科 9個班 這樣的一個龐大的科技 組系 它本身涵蓋面 就不太一樣 但是為了同學的需要 我們還是一樣 按照下面的分部 來做分組 工作 讓人能達到相當標準 所以各學家 應該按照他需要 專業課程以後 選到一到三 或者其他部分的涵蓋面 來做專業模組的一部分 那下面我們來做幾個 專業模組 跟通識課程裡面的一個建議 包含有一學校 按照科別屬性 可以加強語言的部分 它跨模組的部分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 廣告設計科 美工科來講 美工科的屬性來講 它有人都跨到 跨到一些 屬於 潮汁工藝的部分 那潮汁工藝部分 它必須 生活潮 利用潮汁我們熟悉的 生活潮汁工業潮汁我們熟悉的 所以我們應該跨到 工程列科 工業列科 這些科的 潮汁藝術來做發展 因此 美工科 所以下面是我們幾個科程的 屬性的建議 包含金屬工藝科 它應該建議它的屬性 是在盤這些課程 那包含金屬工藝的實習材料 還有基礎路學 還有有關於綜合工藝的部分 另外 空間設計 空間設計裡面也是一樣 我們把這個模組課程 讓各校來瞭解 包含室內空間設計能力組 還有行銷能力組 還有廣告設計能力組 另外我們建議它應該 採用的是室內設計的能力模組 那包含其他的課程 包含工程圖學 施工 環技法 那美工科也是一樣 美工科按照 然後教育部早期規劃是六大屬性 也就是有金工木工 陶石編織 塑膠工藝 食材加工 那現在美工科基本上 都已經不實施的 都已經揮到廣告設計相關屬性 所以我們建議它應該 加強廣告設計相關屬性的部分 那傳統美工科 現在目前大部分 早上例子造型的部分 也像公仔設計 還有有關於室內空間設計部分 所以美工科屬性裡面 我們希望它做傳統的美工科能力 也能加強廣告設計相關屬性能力 還有其他系列行創能力 那它包含這些 廢話 美工 美工材料 美工制圖造型 設計的部分 那家具設計的部分 除了家具木工的消耗能力以外 我們希望它能夠加強行銷能力 跟家具木工的模組 那包含這些 人音工學 設計學 那這些我們都廢話前規中心的網站上面 各科能夠下載 那圖文傳播科也是一樣 那圖文傳播科他們現在目前 三個學校裡面 現在目前走向的偏向 還是屬於數位印刷 跟傳統的平板印刷為主 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夠 除了傳統印刷以外 對數位印刷跟3D印表機的 一個發展趨勢 希望他們能夠多加強 他們現在很多人走向 多媒體跟網路應用能力 因為這裡是他們現在 一個主要的 這些目前是圖文傳播科 現在目前的走私 那陶瓷工藝科也是一樣 除了陶瓷工程的過程當中裡面 我們希望陶瓷工程科裡面 他們能夠加強有關於行銷模組的部位 那廣告設計科 廣告設計科也是一樣 我們除了傳統的廣告能力以外 我們希望商店管理能力 跟行銷器材能力也能夠加強 其中一個部分是包裝 國內現在保包裝人才是最弱的 現在很多學校在包裝課程是比較弱的 所以請問中心在過去幾年 在校本課程裡面 我們特別要推動 有關於包裝課程的研習 還有關於印刷課程的研習 還有關於設計基礎的研習 這些都是我們在過去裡面 所辦的比較多的 那室內設計的部分 除了設計能力以外 還是包含行銷 跟廣告設計能力也有一個模組 加劇設計 我們也是一樣 加強加劇原來的一些 模組能力以外 也包含行銷的部分 好 那下面幾個模組 課程介紹 有關於廣告設計 如果就業模組的話 以副信用商工程而言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 從市場調查 廣告設計 還有廣告創意設計 廣告學 還有設計史 還有關於文字 包裝 產品 展示設計 等等 這些都是跟他們 升級學就業 有關的一個模組課程 那有關於就業部分的話 在空間設計科 我們建議 我們就是以鳳山室內設計科為例 他們提出來這些課程 那以專業預備 就是將來生大專業校 銜接的部分 我們就加強跟大專業校裡面的 考科為主 所以加強在以考科為主 然後就業能力為輔的 課程方式 就屬於專業預備的課程 其他課程都是以專業預備為主 那這裡是一樣 空間設計一樣 我們提供一個專業預備的課程 這跟那台就業專業準備 又不太一樣 以偏向於考科為準的一個課程 然後升級就業為輔的課程 另外認證 認證過去叫做廣告設計項目 世界傳達裡面 考的是有關於基本設計 基本圖學 色彩原理造型原理 還有相關的一些能力 那這些就是屬於要 科系 在設計群裡面 想考的話 就是世界傳達的筆記設定 那這些都屬於這部分 那以及這部分呢 是開始這個課程 那以及這個課程 目前從今年度也是一樣 我們是向各學校來推動 那前一陣子剛好 已經做過老師的研習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 乙級的症狀的模組 剛才是秉級的模組 那有關於 在空間設計的部分 那一樣它秉級症狀裡面有這些 那這是我們在 升學 就業跟症狀模組上面來講 每一個學校應該按照 各學校特色來做 那以復興商科來講 現在目前我們是 廣社科來講 它十個班裡面 升學班還有兩班 專業班三班 專業班就是以 就業跟症狀為主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比例是大概這樣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 課程上面裡面 校本課程裡面 就有一個升學模組課程 一個 就業模組課程 還有症狀模組課程 那症狀模組課程 那症狀模組課程 升學班的也可以來考症狀 錯誤以及症狀可以加分的部分 那專業班 專業班的部分 是以就業準備 還有症狀模組 來進行其他課程 那同時在個人過程當中裡面 我們希望不是只有剛才 涵蓋這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把 兩性議題 還有環保 資訊 人權 合作 還有法治 安全 衛生生涯 這些議題放在當中裡面 尤其在現在目前 環保議題很重視 所以我們在設計過程當中裡面 一定要考慮到綠色包裝 考慮到相關的 一些資訊安全問題 都要考慮在內 所以現在目前 所有設計材料裡面 凡是塑料部分 T1以外的包裝材料以後 我們都把它另外禁止 那讓他們在設計當中裡面 考慮環保議題 在插發議題上面 插發議題不要像過去一樣 在兩性議題上面 有刻板印象 在插發主題上面 比較能重視 兩性議題的部分 那有關於在資訊方面 資訊傳播庫文章裡面 你應該知道 不應該維持相關法令 也要尊重相關的 自我財產權的取得 更透過資訊空間裡面 所取得的相關的議題 那這都是我們在 相關的課程上面 應該要融入在裡面當中 所以這是我們在 很重要的特色裡面 那另外 我們在整個課程當中裡面 也應該要把 平良客觀化的多元化放進來 這是我們在 社群的東西裡面 特別提出來 跟各位報告的 我想今天 為了讓大家 比較早一點回家 所以我 加速的報告 不曉得這樣的方式 能不能滿足各位需求 以上報告 謝謝 我們謝謝林主任 那我們 各位我們是直接進入 那個綜合座談 那我們直接綜合座談的時候 結束就可以 老師就可以那個 看結束 各位老師 辛苦了一天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也謝謝幾位 這個委員的一個介紹 有關課綱的部分 那另外呢 更感謝幾位主任呢 針對群科中心學校的一些做法呢 的一個分享 那不曉得大家對今天的這個課程內容呢 有哪一個地方 我覺得需要 我們可以再繼續來討論的 或者對這個 剛剛 幾個學校的這個做法呢 或者是這個 既然又開放了這個學校自主呢 那又有一些這個模組化的這個設計 這方面啦 裡面 各位 老師們啦 有什麼 就我們可以來一起來討論的 那 就開放討論 好 那各位敬愛的工作我辦了 很高興喔 剛才看到的三所學校 整個課程的規劃內涵 其實來講 我很感動的 這是每一個人 多朝著整個學校本位課程 努力去做規劃 然後也非常精進的在做教學 這是我非常感動的地方 那為了讓各位敬愛的工作我辦了 剛剛講的 能夠早一點離開 所以有一些共通性的問題 我在這地方提出來 那我們早一點結束 讓各位早一點離開 那早上的學校本位課程的過程之中 我在這地方特別提到 大家必須知道的一個共通的一個原則 那希望各位要去注意 因為我早上剛才提到 我們畢業的條件是規定 那個實習科目跟專業科目 至少要休息幾學分以上 80學分 所以你在開課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實習科目跟專業科目 有沒有80學分以上 這一定要注意 80休息80學分對不對 那要幾學分以上幾個 60學分 所以這些條件的你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些條件的你要特別注意 當你規劃課程的時候 各位也一定要去檢視一下 我覺得我剛才很注意看 台中高工還有幾所學校 所規劃出來的課程 像台中高工所規劃出來的 校總共的必修課程 它是幾學分 有沒有注意看 有沒有注意聽 我有看過他們大概都是120幾學分到130學分 有沒有我早上說的原則 125到多少 135這樣的一個原則 為什麼這樣 是經過實驗過的 所以在95年那個時候的時候 我就一再講說 大家的必修課程最好在這個練習裡面 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你開14級15級有沒有違反 沒有違反 只不過是你學要在整個的實施過程 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比如說早上有很多的工作夥伴來問說 必修課程要不要重補修 要不要不及格一定要重修 但是重修可以什麼不及格 所以你在那個成績考察辦法裡面 你你就要加上說 不管你是不定課程或是校定的必修課程 不及格一定要重修 但是重修可以什麼不及格 知道嗎 這只要我們的那個成績考察辦法裡面 是必修科目要百分之道 八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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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如果你是100學分的必修 他只要必修通過八分學分 他就可以符合什麼樣畢業的條件 你的必修學分定的越多 他的必修就要什麼 越多 知道嗎 那必修學分一定要重補修 你的暑假寒假或者平常 你就一定要開什麼 給他重補修喔 你如果沒有開 學生到最後畢業的時候 他的必修沒有達到標準 你沒有開給他重補修 是你假務行政上的錯失 失誤喔 知道嗎 他可以告你喔 各位不要開玩笑喔 你那個必修科目 不是我愛怎麼樣這怎麼樣 你這樣子開了145 150 沒有錯在法規上 絕對沒有錯 但是你要考慮到那個什麼 實施的什麼可行性 你會不會造成教學組跟註者子 還有大家的一些困擾 他有早上在講的時候 特別強調 我剛剛都有注意在看他們的必修科目 還好這幾個學校都還不錯 你可以去檢修那個什麼檢視一下 所以我這地方特別的說明一下 那所以如果你發現你學校的教學組或者什麼組 你那個必修科目沒有開那個 給同學有那個什麼 重補修的機會 注意喔 趕快補救 那一般來講我都會叫註冊主 每一年或者每一個學期要 列印該學生必修科目 不及格 當然要痛處那個學生 我們要保護自己 知道嗎 不然他不能畢業的時候 他一定來好好跟你亂一下 你不要這樣 你只要剛才一個乳的你就麻煩了 我們沒有那種時間蓋乳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那所以你列印出去的時候 對你來講就是說 我盡了什麼通知的義務 所以這裡各位要特別注意 這是第二點 我要跟各位說明的 那第三點呢 就是我剛剛特別強調 我們這裡面有一條規定是 校定選修科目 對不對 那幾倍以上 1.2倍以上 那換句話說 如果你的校定科目 算起來是應該選修30協分 對不對 那你乘以1.2 至少要開幾協分 36協分 那你在開這個多出來6協分之中 你最低要開36協分 最高你可以不會開多一點 對 可以 但是你在開的過程之中 一定要知道 你不是開格 開爽的 你一定要開出來 讓它有選修的機會 所以我剛才特別注意 像那個 有幾個他就會寫說 開兩個時段對不對 或者兩顆三顆 是同一個時段 讓它去什麼 選修喔 知道這意思嗎 而不是說 你弄的 我根本想要達到那個標準 我隨便 也不管它什麼時段選修 我等到有夠 學運有夠 這樣是不對喔 如果你不知道 你把你學校的課程 課程規劃的給我看一下 一般的時候 委員他在審查的時候 不一定會去注意這裡 有些委員 因為他沒有在 實際線上操作過 他只算一算說 你30協分 你有36協分 就OK 這樣子而已 可是你在什麼 實際的操作過程 就會有問題 知道嗎 所以各位要特別注意像這件 我剛剛也特別看到哪一所學校 他要寫 喔這個時段裡面 二選一 或是三選一 那你不一定 所有的時段都要二選一 三選一 你只要開到說 我30協分 我有看到36協分 讓他選 這樣你就過了 一定要知道你在執行上 時段上的選修 有沒有問題 知道嗎 不知道 下次等一下再問 好不好 我跟各位講 這是第三點 各位要特別注意的 那 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也看到 幾個學校都談到 那個 特色課程 那特色的課程 我覺得剛才 我看了 那個 傅興商工也談到 某組課程 那那個什麼 台中高科委 談到 特色課程 那傅興商工 談到的是 某組的課程 那個什麼 那個 台中高科公 他談的是 某一項 專類 什麼 課程的 特色課程 都對不對 都對 那但是 我現在只能跟 講說 複興商工 裡面開的 升級就位 的某種課程 現在 在專家學者 不認為 特色課程 當時只算 現在是 大家都是 就位跟什麼 升級的 特色課程 那大家通通一樣 就是什麼 不是特色 我不是說 這樣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那因此呢 你是不是能夠開 某種課程 那就要看各項 像 復興商工來講 他都很好開 因為我剛剛看 他主任在談 他的美工科就有 九班八班 那個他 某種課程很好開 如果你是 單禽 單什麼 單科的話 那真的 只能用 實習課的那個 分組 去思考 那你的思考 就會 有很大的麻煩 比如說 比較困擾 在實質上 你開的課程 一定要考慮 我在實質上 有沒有困難 所以我現在 對那個 台中高工 男子孫 他開的那個 特色課程裡面 我覺得很好 但是我想要去了解 他怎麼實質 我一天想要了解 你怎麼實質 假如你能說服我 你是怎麼實質的話 還有讓學生 譴責的機會 我就說 這個是一個特色課程 因為我們可以推薦他來分享 因為我們未來的特色課程 是會有不同的 有可以前科 前校性的 也可以跨組性的 跨勤式的 也可以跨科式的 也可以是什麼 單科式的 所以剛剛那個 台中高工的 男主任的那個 科的那個 那個 他應該是講 專類技能的特色課程 就剛剛我早上說 我在木大高工規劃一個 叫什麼 就是太陽能的課程 那所以我那時候的時候 還國科會認可 每一年補助我五百萬 然後三年到五年的課程 那時候我所有的 學校八個科都環繞在什麼 太陽能裡面的課程 然後太陽裡面的課程 每一課裡面應該要加入什麼 是要重新 他的能力 是融入到各課裡面 或者是另外開這樣的一個科目 這都是特色課程的一種 所以我們高職坦白講 我跟台北市政務教育局的集長 乃至於跟我們的教育部的長官 都講 我們高職業發展 特色課程 真的比高中來的什麼 容易太多了 這個是我們的驕傲 知道嗎 不要忘字回搏 這樣可以嗎 我大概提出這幾點 但如果各位想要說 了解整個科特色課程的規號 這十月二十九號 我們再來 好不好 有一段大概有一小時時間 四十幾分號 五十幾分 我會針對特色課程跟各位談 好不好 以上就是我做這樣的說明 感恩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楊獨學 楊獨學在現場上認真蠻久的 並且這些妹妹都非常清楚 不知道各位老師 各位夥伴有沒有什麼事情 需要再請教楊獨學 那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辛苦了一天 那今天我們就在這裡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在月底還有新的這個課程 再期待大家一起來 共同分享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老師 有幾點給你提醒大家 就是下午還沒有簽到的 請到那個簽到書 要記得簽名 然後你們那個獎益裡面 有一張問卷 那麻煩再交給我們的服務人員 那謝謝今天所有老師 那辛苦了 參加這首演習 謝謝